委員會 委員會 報告全院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巡答 請陳委員召之發言 請陳委員召之發言 發言 謝謝主席 有請卓院長 請卓院長 陳委員好 院長早安 非常辛苦 院長這張照片 都是熟面孔吧 這些都是我的朋友 也是迄今您的工作夥伴 這是十年前在野的民進黨 提出了一系列 強化立委職權的國會改革法案的時候 他們包含了調查權跟聽證權 當時民進黨批評執政的國民黨 阻擋改革法案是反民主 上一次行政院對立法院提出 完善國會調查權 覆議案是在1993年 那次行政院也是用擴權為由 對立法院通過的立法院組織法修正案 提出覆議 可是當時整個立法院是不分黨派的 提出緊急釋憲案 有兩份申請書 分別是由阿扁總統 還有洪其昌所提出 我們看到申請人當中有您的師父謝長廷 那還有陳定蘭 盧秀映 葉菊蘭等資深立委 以及大總召柯建民 所以對於立法院要強化職權 是因為或許都會某個程度想逃避或提出覆議案 但過去在立法院我們看到的是朝野都有一致的想法 可是現在我們卻看到了執政黨為了迴避監督 黨籍立委員們又強力的護航 讓人實在有點痛心 甚至這次行政院自己變成憲法解釋機關了 對於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 以違憲作為理由提出覆議 請問院長行政院是釋憲機關嗎 當然不是是憲政機關 院長其實您這樣簡單的說法我還蠻遺憾的 因為曾經在野的民進黨他因為執政了 那拋棄了過去所主張的這個國會改革案 並沒有 院長十年前行政院也曾經對立法院通過的這個法案提出覆議 當時民進黨召開記者會痛批行政院長是 假借提起覆議政治鬥爭之時 還指控將一晃是為了政治內鬥 所以讓立法院成為這個行政院的立法局 十年之後的今天這段話我或許可以雲峰不動的送給這個卓院長 我也思考說卓院長是不是停止覆議的內鬥 正是國會改革的修法目的 院長這一次的國會改革法案新增了藐視國會罪 請問院長您知道什麼叫做藐視國會嗎 什麼樣的行為算是藐視國會嗎 對任何一個人或是您口中說的國會 不尊重而且不具實回答 不提供真正的這個文件 都可以被認為是藐視 但是這個認定不能有主觀的認定 謝謝院長 院長就是說至少您還提出了一些看法 不過我來邀請 讓我嘗試邀請在野時期的民進黨立委們 來告訴院長什麼叫做藐視國會 好 2016年4月15號司法委員會 顧立雄周春敏斷宜康提案 法務部部長羅英雪 於巡達時向諸多立委嗆聲 面對國會監督不思反省 反而兒戲賭氣般的反唇相機 顯示藐視國會英語嚴厲的譴責 好 除了嗆立委之外 還有什麼算藐視國會呢 2015年3月16號的經濟委員會 陳明文 邱毅營 鄧立軍等人提案 他們譴責台電發包的標案 跟預算法有所漢格 藐視國會監督權 按照民進黨過去的標準 不滿意行政部門的發包標案的方式 就算是藐視國會 2013年12月2號 司法委員會柯建民總召提案 譴責檢察總長黃世民拒絕到委員會背詢 顯然藐視國會 所以按照民進黨過去的標準 官員缺席背詢 就是藐視國會 提案人是柯總召 2012年10月11號 教文委員會鄭立軍 許智傑 邱志偉 林淑芬提案 因為金建會他未能夠提出完整的政策報告 而且派非主管該業務的副主委出席 顯然藐視本委員會 按照民進黨過去的標準 不滿意行政部門的報告 或派來官員不是立委想問的對象 這就是藐視國會 2012年5月 立法院進行NCC委員提名審查 其中有一位被提名人 他提供的履歷只有一頁 民進黨說這個是藐視國會 要杯葛審查的作業 按照民進黨過去的標準 不滿意獨立機關被提名人繳交的資料 就是藐視國會 所以什麼叫藐視國會呢 上面都是教材 2013年8月 民進黨的黨團幹事長高智鵬還痛批 經濟部台電趁國會休假的時間 偷襲漲電價 意圖規避立法院的監督藐視國會 書記長吳秉睿也說 民進黨會發動動漲電價的表決戰 要透過記名投票方式來公民意檢視 院長你有沒有覺得 滿滿的既視感或滿滿的似曾相識感呢 報告委員 我跟你一樣 我認為任何藐視人或國會都不應該 但這個想辦法要去遏止它可以 但不能用立法院超越司法權監察權的方式來做 還是要尋正常的軌道 第二點委員 你聽說十多年來這個修法 我對委員的尊敬就是你對某一個法案 一二十年來專注於它的修法 那修法為什麼一直不能完成 它有政治的生態 有社會的環境 有條文的內容 我們現在就是考慮到政治的生態 條文的內容 必須要更好的條文內容 才能夠有效的來做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共同來推動立法的過程 這個是好的 但條文的內容要審慎的因應 過去民進黨的標準 因為台電在修會期間 掌電價就算藐視國會 所以十一年前民進黨也是透過表決來動掌電價 所以上個月在野黨表決這個動掌電價之後 其實我們也是向過去的民進黨決定 現在是審議委員會在決定 我剛剛舉了很多例子 可以看見 其實國民黨執政時期 最愛提藐視國會 譴責官員正是民進黨立委 但是當時民進黨是少數 他沒有實際的約束力 所以對於帶諾傲慢的官員完全沒轍 所以2012年民進黨立委高聲呼籲這個國會改革 要把調查權跟聽證權都還給立法院 為的就是不要讓國會當作沒有牙齒的勞苦 我們麻煩院長來看一下80秒鐘的這個影片 也在台灣智庫跟很多學者專家的支持之下 那麼有提了一個立法院執權行使法的修正案 就請對國會說實話 立法院國會調查權法制改革法案的說題 詳見內容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第一個 整個所有資訊就是廣義的調查權 第一個就是我們立委對政府的質詢 我要告訴你 十分鐘的質詢 他只要在那邊做木頭人 只要被你罵起去 事後什麼都沒有發生 這個質詢並沒有辦法產生法律上的約束力 他如果隱匿 我們也可以 就是針對這個詩詞 我們可以要求他要負責任 他如果說謊 那更有在國會這個殿堂上 為不實的證詞 或這個虛偽的證據 要負刑法上的責任 要負政治上的責任 這個質詢權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的立法院 在立法權 在預算權 我們獨缺了一個調查權 我們可以行使權利的方式 我們有質詢 我們有提案 但是我們沒有聽證 我們也沒有調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立法院就變缺了牙德勞 所以我們要強調的是 調查權本來就應該是立法院的權責 調查權編到監察院去 本來就是我國體制上的混亂 在體制混亂還沒有辦法釐清 我們沒有辦法透過修憲來改變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我們至少應該把國會的調查權 還有要實施調查權 會用到的聽證的制度 應該要建立 謝謝委員 我知道委員放的這個影片 所以我們才會有 試制585號的解釋 賦予一定的調查權 要給予相當的限制 這個就是社會的進步 請讓我講一段內心的話 585號的試制 應該是大家現在共同的標準 這個時間要扣除 我今天 針對國會改革副議案在那邊做的事情 其實我感慨完全 我長期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為民進黨出錢出力 我對民進黨的候選人站台 輔選募款 為什麼呢 因為我堅持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 我堅持守護台灣的主權 所以我選擇支持 親嚴執政愛相處的民進黨 但是我眼看民進黨越走越遠 越離越偏 我曾經相信我有完全的執政 可以讓政府好好做事 但是我現在覺得 要有足夠的監督制衡的力量 才讓政府願意好好做事 這是一個沒有罹患失憶症 而且有是非感的台灣人 歷經八年的完全執政之後 所產生的政治觀 那我也不是少數 因為這個政治觀也呈現在今年的大選 院長 認知作戰或許是選舉的戰術 但不應該是執政的手段 國會改革案歷經四天 從早上到半夜的表決 我看到執政黨立委們 滿場布條寫著台灣 香港化人民化 淨扯習近平跟中國 台灣的國會改革 關中國什麼事 不扯中國就沒辦法執政了嗎 不抹紅就沒辦法縮贏對方嗎 台灣是民進黨的專屬嗎 愛台灣就要溺愛民進黨嗎 不應該是這樣的 請院長撤回這個 加劇朝野對立的副議案 找回民進黨改革 好 謝謝陳委員 也謝謝卓院長 下一位請王委員定宇資訊 謝謝副議員長 麻煩卓榮泰行政院長 請卓院長 備詢 王委員好 你對 搞炸齁 請後 從昨天開始我看到有人 不斷地用美國 德國 甚至還有人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來這邊質詢 來證明這一次的立法院的擴權 不是濫權 那但是好像不讓卓院長 或者是法務部的政部長回答 這些根本性的不同 比方說這個美國的三權分立 他們是沒有辦法質詢官員 而他們的公聽聽證 是很嚴謹的 那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坦白講 所有的條文不如習近平一句話 我是在這邊建議 這一些不讓官員回答 只講自己單向輸出的部分 我們不管是全國法學院 或中央研究院這些法學者 或者是律師公會四百多位律師 甚至於法務部 應該把它整理一個簡單摘要 當作全民的基本的法律教育 讓大家知道 有些東西這樣類比 其實是 除了證明自己在台灣提的東西 有問題以外 大概沒辦法證明任何事情 這我第一個建議 這個院長 我不知道院長跟法務部 這邊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謝謝 對 因為我昨天看你一直要回答 都沒辦法回答完整 另外 在回答上不斷地打斷官員的回覆 只想要單方向的輸出 這不是想要在這邊 論證辯證 讓社會大眾知道 什麼對國家比較好 只是要單方向的證明一件事情 甚至於要把它變成抖音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民主進步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現在就叫兩個大方向 這一次會激怒民眾 其實有兩個主要原因 讓十萬個年輕人冒著大雨大太陽 站在青島東路徐州路 濟南路上面 從517521524到528 兩個主要 一個是 反對這個審查的黑箱過程 或者我們把它叫做 立法程序的粗糙 這個好像也是你負義的原因之一 是的委員 第二個 是 對於這樣子的 擴權濫權 影響一般人民權益 甚至於對院際之間的權力的奮激 有產生一些紛擾 所以 這麼重大的法案 影響到院際的運作 人民的權益 卻這麼粗糙 我不知道 作為行政院長 卓院長 你認為這個審查過程 你可不可以具體講出一個例子 你認為粗糙的地方在哪裡 或者不適當的地方在哪裡 在審查的過程 委員應該比我清楚 但我們從外界來看 跟社會委員來看 我覺得 一直談論說 最後是經過表決 但那個表決 是不是一個很嚴謹的表決 應該 委員先生都清楚 其實 我看到 國民黨民眾黨 藍白的委員講的話 不只跟你講表決 他告訴你 我有三場公聽會 你看第三場公聽會 還有三場公聽會 還有審查的過程 三場公聽會 兩場是審查 民主進步黨黨團的 這個提案 後來都是被封殺的 三場公聽會 4月3號是國民黨辦的 只針對國民黨民眾黨版本 然後 4月10號到 4月11號呢 是民進黨辦的 有民進黨版本 結果 禁腹二毒的呢 沒有民進黨版本 所以 坦白講 國民黨公聽會就一場 那更荒謬的是 517開會的時候 有一個最高機密版 跟這三場公聽會 通通都沒關係 所以這公聽會 給開嘛 然後呢 縱使公聽會講的在透徹 還是要回到立法院 審查 法案的程序 委員會審查 朝委協商 院會發言登記 討論到表決 所以你看齁 我計算了一下 在委員會審查齁 司法法是委員會 國民黨當朝委的時候 應該審查的條文數 總共呢 有三個章名 五十五條次 這是立法院的 資權刑事法 刑法的條文是 一個章名三個條次 總共四個章名 五十八條次 結果 只要有意見 就保留 就不讓你討論 就送出委員會 保留多少呢 四個章名 五十八條次 百分之百 我還截了一小段 你看那個議事錄 像那個 呃 審法會委員說 有意見我要發言 有意見 保留出委員會 不讓他發言 不討論 所以在委員會的討論 是這個情形 那我們還真理一個表 在五月十六號 韓國瑜院長 主持的黨團協商 完全沒有進行 竹條討論 沒有 協商一條竹條都沒有 隔天五一七 就要表決了 表決的版本 跟韓 我後來發現 是不是冤枉了韓國瑜院長 因為他那一天朝野協商的版本 最高機密版還沒生出來啊 所以那一天啊 如果竹條 進行協商 協商出來 都要審查 他表決的變成是 黃國昌跟翁曉林的最高機密版 那些協商不變阿蘇巴拉 所以也沒有 就丟出來了 最後呢 到院會最重要的表決前 登記發言兩千八百四十四人次 只准七十三個人發言 沒收了九十七點五趴 你看議事錄影就告訴你 每次有一個人講完話 國民黨民眾黨就提案 終止討論 沒收發言 所以 這樣子的過程 其實是 不讓你討論 沒辦法去討論那些文字 所以到三讀還在偷修改文字嘛 所以我可以理解 卓院長你講的 這個過程沒有經過充分的 這個議事的過程 其實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齁 你看我們立法院議事規範的第三十六條 三十六條告訴我們 表決要 合佛兩方依次行之 我們那天被舉手表決 人數輕點亂七八糟 表決的人數齁 大過於現場的人數 都先不講這裡 他表決只做可方 就一方表決沒有做否方 這牽涉到憲法的訴訟法 第四十七條 憲法訴訟法第四十九條 裡面講到 反對方要四分之一立法委員 才能 就能提出四線案 所以我不知道我們 立法院的秘書長在搞什麼東西 我們的議事規範 明明就是要可否 也就是贊成請舉手 反對請舉手 因為有人可以不舉手啊 那幾天的表決 我們在場的 那個記者都看得很清楚 都一方舉手 後面都不表決了 唯一一次做可否表決 是因為民眾黨跟國民黨的票數沒過半 他才做可否表決 可是牽涉到後面 有關視線 要四分之一 對這一點行政院的看法是怎麼樣 因為如果 負義沒有過 我相信後面要走視線 因為影響太大 這一個表決方式 沒有讓否決方式 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瑕疵 主委員長你的看法 如果表決方式的瑕疵 造成未來視線上的障礙 那又會引發另一場法律跟憲法的爭議 那所以我覺得過程 都應該讓他很嚴謹的依法來完成 所以我很珍惜 這次副議案的提出 能夠像王委員這樣子 清清楚楚講出整個過程 國人同胞 才有機會 認清楚這個過程 我剛剛講的是過程 其實法條問題很多 我真的希望 國民黨民眾黨的委員 讓他回到委員會 把有瑕疵的部分 取掉 把對公務人員或者是 我們的一般民眾 可能產生的傷害 修改掉 最後回到我們 議場裡面 國民黨加民眾黨 表決還是會贏 但這個法律的審查過程是有問題的 那就條文的部分 我們請法務部長上來 我把握時間要兩分鐘 請政部長 你看我們這一次通過的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第25條 這25條呢 我畫了紅字 其實很簡單就告訴你 第一個你不能反質詢 不能做質詢範圍外的質詢 坦白講 這是 這只是約束 被質詢的 我這裡看到有質詢的立委 講到兩國論講東講西 他都可以超出範圍 被質詢的不行 這裡面 我先請教法務部長 政部長你是檢察官出身的 反質詢到現在你弄懂了沒 什麼叫反質詢 我不理解這個反質詢真正的定義 如果你不理解定義不清楚 這怎麼處罰 對 這個質詢這本來就是不應該處罰的 那我告訴你他的處罰方式是 用 這個 五個立委齁 認為有問題 這個就給你移送 移送監察院 對 五個立委 通過 然後院會決議就把你送出去 還有裁罰 還有那個 後面還有罰錢 所以這個定義是不清楚 然後另外你看第25條 要來被 要來被 約來質詢的人 不能缺席 不能不回答 你如果不回 你沒有拒絕的話 這還是要罰還要按連續罰 齁 我現在挑到最後一條齁 齁 這個 刑法的修正的部分 第一個問題 這裡面講的公務員 是指誰 請盡快回答部長 公務員就是 公務員服務法裡面 按照依法 那個刑法的公務員就是 公務員的定義是比公務人員更廣喔 公務員是除了事務官以外 政務官以外 還包含依法從事公務事務的人喔 是包括那個委託行政的 譬如說那個公路 公路委託那個驗車的那一組 就是委託驗車啦 里長都做這條訪 然後呢 重要關係事項定義不明 虛偽陳述 定義不明 然後立委決定把你移送 可以連續罰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啊 這影響好多人 那這邊還有有關係之人 一般人都會受影響 所以我最後請問 罰款是不是一般人會受影響 被送刑事處罰的是 公務員之廣義的定義都會受影響 請簡單回答 全部都會受影響 因為時間到了 我建議 我們共同沒辦法完全的部分 整理一個災要可以讓民眾了解 我對於的安全在發生什麼事情 謝謝 好 謝謝王委員 也謝謝卓委員長 下一位請徐委員巧心咨詢 謝謝我們副院長 我們想要有請卓榮泰院長 請卓院長被選 市長 好 愈人好 我想要先請問喔 你們是不是在這個六月六號的時候 有在你們的臉書上面 提出行政院的副議案七大理由的圖卡 是的 是的 那為什麼 在我們收到你們的報告裡面的時候呢 七項變成六項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說明具體的原因 為什麼對外所公開 在臉書上給大眾看的是一個版本 但是給立法委員看的是另外一個版本呢 謝謝委員的發現 但是內容都是一樣的 內容一樣啊 你講話要誠實喔 內容一樣嗎 我們都把有一項都放在內容裡面來談 有一項是哪一項 就是這個 這個哪個 啊 無差別的一項 只有一項嗎 無差別的一項 你確定我要問你的是 是不是只有一項 臉書上的PO文代表我那時候一個心情 公文書 代表心情 你們發臉書只是代表你個人的心情 行政院可以這樣子嗎 這個是對於人民公開的 行政院七大複裔理由 應該是要非常審慎的 不是按照我們院長的心情來處理的 所以七大你剛告訴我說 七大理由變六項 只改了一個無差別對不對 我們其他內項 包括內項都有 都有放在文字裡面 我想問其他是不是都一樣 文字或許有調整 或許有調整 調整的內容重要或不重要呢 你覺得我們還是以公文書為準 那不是嘛 你給民眾看的東西 跟你給我的公文書 不一樣啊 請問這個公文書 有給家家戶戶 有給所有的民眾參考嗎 如果沒有 那幾乎所有民眾 他只能從臉書 六月六號到現在十幾天的時間 看到你的心情 然後寫的七大原因 跟我們所收到的公文書 不一樣啊院長 公文書是對大院提出的 所以對大院的文言誠實 但是你對民眾欺騙 不是可以透過媒體 讓大眾知道 他們不可能把公文書 送到每一個人的手上 那你為什麼內容會不一樣 你剛剛告訴我說 只有無差別三個自由改 對不對 我們有調整 是這個文字上的調整 我就問你說 是不是只有無差別調整 你先回答我這個問題嘛 這個複議案是你們提出的 你不能我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不知道啊 不然我們時間 不然主席我們時間停止 讓他們把答案找出來 好不好 因為我們今天 複議案是你提出的 所以你給民眾看的版本 跟你送給我們的公文書的版本 哪裡不一樣 如果我們的院長都不清楚 那你們提什麼複議案呢 委員這種下這種定義太直接了 太直接 我當然很直接 我代表人民我還能不直接嗎 我要多委婉 直接要經過思考跟判斷 好 你說要經過思考對不對 你剛剛不願意回答我的問題 我回答了 我幫你整理好了 我幫你整理好了 來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再下一張 我有標起來的 一二三 一二三嘛對不對 一二三 有三樣都是不一樣的 你們的圖卡裡面只有七條 結果有三條 都跟你們傳給我們的正式複議文書 不一樣啊 來 無差別這個你們已經知道了嘛 根本沒有什麼無差別 所以你們在最後給我們的文書拿掉了 好 再來你們本來說 無限期人事同義權 空轉政府重要職權 你告訴我說 喔這個內容都還是有提到 雖然標題沒有 我告訴你 傅力函裡面請問有沒有空轉兩個字 但是會造成憲法跟法定器官 我知道我問你的是 你提供給民眾參考的東西 上面寫了空轉政府 但是你給我們的正式的韓文裡面 有沒有空轉兩個字嗎 空文書上面我們認為用比較 文字上要用比較法律上的用詞 所以你給民眾的是一套 給立委的是一套 你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情況 沒有欺騙民眾的嫌疑 沒有 好再來 懷疑官人虛偽陳述 就可以呢 刻意行責 懷疑兩個字不見了 在複議函裡面 沒有懷疑兩個字耶 你知道這件事嗎 院長 楊維文的表示就是不 不希望用主觀的判斷來認定一個 這個昨天黃國昌議員在質詢的時候 我聽過了嘛 我問你的事情很簡單 來我們回到那個七大負義圖卡那張好不好 行政院的七大負義理由 我看我這裡有沒有 行政院的七大負義理由裡面 所寫的七項原因當中 跟你們所提供給我們的 最後的六項裡面 有三項在文字上面 在我們的本子裡面 韓文裡面都沒有 所以我想要請問 這是不是一個錯誤 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意思不一樣 無差別調查民眾 跟你只要懷疑官員虛偽陳述 就刻意行責 跟沒有懷疑是不一樣的 無差別調查民眾 跟沒有無差別調查民眾 是不一樣的 會不會造成政府空傳 跟這個不會造成政府空傳 是不一樣的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文字邏輯 來請回答 懷疑就是不需要用主觀的判斷 一個人委員提案 五個人連署就可以把他做 有罪或無罪的認定 無差別就是希望能夠依照 那裡面為什麼不寫 四字第五八五題 我就跟委員報告 裡面為什麼不寫 跟大院的公文書 依照法律的文字來做 跟民眾的訴求 我們用一種法白的方式 內容是一樣的 內容沒有一樣 只要委員能夠深入的去看 內容是不一樣的 內容沒有一樣 因為你寫了無差別之後 所有的民眾看到 都會以為自己也會被調查 但實際上我們有相當程度的法律程序 以及相當的救濟 我還有很多問題要問你 我們看一下這個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之後啊 會出現這種情況嗎 我有幾個問題想要問你齁 第一個喔 問題是這樣子的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以後 國會會被習近平管轄 會變成戒嚴嗎 會嗎 我不懂委員這個題 院長 因為我在問 我們在進行國會審查的法案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我們的立法委員在討論什麼 你有沒有看我們的立法委員 針對這些議題的發言 你有沒有看所謂的逐條審查的內容 你有看嗎 我從媒體上看到比較多 你只從媒體上看 所以我們在院會表決的時候 這麼多人在議事臺上面看 你不關心 然後你跟我說你今天提了一個 覆議案 你沒有看完你跟我提一個覆議案 這一些委員還大多都是民進黨的 他們在台上 凱凱而談的時候 你沒有看 當然包括國會頻道 那你看了沒有 你有了解嗎 當然不能全程看 但是 這樣重點的時候有看到 重點的時候有看到 那我剛剛問你很重點嘛 因為很多人都在講習近平嘛 所以我問你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之後 請問國會會被戒嚴嗎 習近平會管轄台灣嗎 我沒有看到這個重點 好沒有看 我給你看是誰講的 我不用多念他的名字 很多人都很熟 柯建民講的 再來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之後 會出現這種情況嗎 好 國會改革通過 傅崑奇委員就再也不能被批評了 因為如果你批評他的話 就會跟習近平被叫小熊維尼的下場一樣 也就是說呢 會被國家清算 請問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之後 我們就不能再批評任何立法委員了嗎 請問在哪裡 我們在法條裡面的哪裡有提到 不知道委員這個提案是什麼意思 國會改革是國會內部的改革 我希望他更有效率 立法委員更高 立法委員通過 立法委員該不該說批評 他是說就會下場一樣喔 藐視國會對通過以後 立法委員不能被批評 我們在國會改革無法裡面有這項嗎 立法委員會不會被批評是自己言行的表達 所以跟藐視國會對沒有關係嗎 來我們來看這句話是誰講的 邱憶瑩講的嘛 來再問一個喔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以後 基敏的國家資料 企業的重要專利配方 會出現在習近平的桌上嗎 會出現在立法委員的桌上 但是會不會有其他的轉換 我這個不清楚 我們曾經也有過這樣的疑慮 也發生過這樣的事件 喔 我們有曾經有國家的資料 出現在習近平的桌上 不是曾經有外送出去 不一定到哪裡去 沒有我講的是習近平的桌上 來我們看一下誰講的 民進黨的委員說的啊 基敏資料企業專利配方 用國會無法的改革 被帶到中國去 而且出現在習近平桌上 這些院長我告訴你 都是在我們立法院所說的造謠 我們的國會改革無法裡面 非常清楚的有相關法令 下一張同影片 基敏資料是有可能被散播出去的 被什麼 被散播出去 被散播出去 好 謝謝許睿委員 謝謝卓院長 下一位請黃委員三三質詢 謝謝主席我想請卓院長 請卓院長 請卓院長 黃委員好 院長長 我想這幾天 大家已經討論非常非常久 我還是想回到憲法跟法律的層次 是的 我想問一下 行政院現在是在跟大法官搶憲法的解釋權嗎 當然不是 不是嘛 所以行政院不是憲法解釋單位 當然不是 國會改革 大家說國會改革擴權 但是我們認為的國會改革是希望老實說真話 我想問一下院長 我想問一下院長 你認為的 至愛難刑 在憲法層次裡面 憲法真佑條文說 我們決議的法律案 你認為有至愛難刑的時候 你可以提出副議案 那什麼是你認為的至愛難刑 還是你們現在的理由看到是 違憲就等於至愛難刑 違憲是當中的一部分 所謂依法行政這個法 當然就指憲法跟一般的法律 好 所以你認為違法就至愛難刑 那現在的問題是 剛剛你也承認了嘛 我們憲法的解釋權是誰 是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在解釋憲法 不是由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總召 或者是行政院院長來解釋 你同意嗎 同意 是 所以我在立法院 我也才剛剛來個五個月 但是我常常聽到一句話就是 只要在野黨通過的法案 都是毀憲亂證 那不一定是這樣子 我聽到 我至少在這邊立過幾個法 只要提出法案就是毀憲亂證 尤其最近的才華法 又聽到毀憲亂證 院長 我本來希望在總質詢的時候 跟你討論才華法 你認為在野黨提出才華法 是毀憲亂證嗎 要看內容而言 內容而言 同樣的法案 國會改革的法案 民進黨提出非常多次 我們也希望說 剛剛 院長已經說了 行政院不是違憲審查機關 沒有憲法解釋權 民主進步黨的立法院總召 也不是憲法解釋機關 請不要以後用違憲亂證 來形容立法院所提的每一個 不管福國立民的法案 但是 你做得到嗎 你可以約束這些人嗎 至少你可以約束行政院 行政院是憲政機關 我們對於在憲法的權力 被剝奪了 被侵害了 或是被破壞了 我同意 但是我要說的是 你不是文憲審查機關 你同意嗎 對不對 我們都有義務提出來 憲法上的救濟 我們希望行政院不要自詩違憲 違憲審查機關 好 接下來我想問說 這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這是蔡英文總統在 2015年12月8號的臉書 落實建立聽證調查制度 強化監督能量 這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我想請問院長 這也是您的信仰嗎 對 讓國會更有效率 那行政院跟國會 跟立法院一同來努力 這是國家 國人共同的希望 是 這次的複議案裡面 你們複議了全部 所以你知道裡面 有幾條是民進黨的版本嗎 就我所知道的 都是一些程序上的規定 所以這一天你也要複議嗎 全部複議 全部複議 所以民進黨的版本 你也複議 工法學子專家 跟我們的討論認為 我們必須就全部來做複議 不是部分條文 立法院行政職 職權行使法裡面 可以就一部分來複議 但是我們決定全部來複議 好 所以也就是說 行政院打臉民進黨的版本 民進黨的版本 是針對 書面回覆 從二十天降為十天 你認為 治安難刑 是嗎 這個 如果有機會討論的話 是要維持這個案子 民進黨版本 你也覺得治安難刑 我們尊重 好 治安難刑 都是治安難刑 我剛剛聽到 您跟前面幾位委員的尋答 剛剛看到說 行政院版本的這些圖卡 是你的心情 我很詫異 院長 你已經不能有心情 你就是院長了 你是最高行政首長 你要對全民負責 所以 相關的法案 相關的理由 都必須要非常謹慎 昨天晚上我有一個影片 那也是我的心情 好 那是你個人的部分 但是你現在 可能是一個行政首長 我想問一下 民進黨已經執政兩次 從陳水扁總統八年 到蔡英文總統八年 請問這兩個八年 民進黨有提出任何 國會改革的版本嗎 如果你覺得不好 那又是你的信念 民進黨提過嗎 在他們兩次的 幾乎是 尤其是蔡英文總統的八年 完全執政情況下 有沒有提過相關的版本 應該是有討論到相關的版本 你剛剛說這個法條不好 你要不要提出更好的版本 為什麼這一次民進黨在 他們也提出國會改革版本 在立法院職權行事法裡面 也沒有國會聽證調查制度的版本呢 那所以你還沒有到行政院 我可以理解 如果是國會改革的版本 應該不宜由行政院來提出 是 不能由行政院提出 但是可以由行政院複議嗎 因為他牽承到 所以這就是討論 如果院長剛剛說這個法條不好 覆議案沒有空過 總統公佈就可以修法 你們要不要提修法版本 應該還是從大院裡面自己來 覆議裡面來做文字上的調整 法條上的調整 覆議只有 yes or no 覆議沒有辦法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要另外提修法案 我想這個相關的程序 你們可以提啊 不需要浪費國家資源 我認為請政院來提嗎 我希望院長 如果你有更好的法條 就拿出來大家可以繼續往下走 我想人民都在看 但是用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或者是說用一些故意去抹黑的字眼 我覺得不宜啦 如果我現在就要問你啦 到底有沒有抹黑 院長我們都是為人父母 我們認為你認為說謊是正確的嗎 那我再說一次 說謊是所有人的人格自殺 從小到大 我們都被爸爸媽媽老師教 不能說謊對吧 是 在學校不能說謊 在職場不能說謊 在法院作證不能說謊 因為有偽證罪 接下來我要跟你說 你們說這個不明確的法律概念 來部長你要上來請再來 時間暫停 我現在跟你講的就是 我們希望您是全國最高的行政首長 我今天只跟你談公務員 官員不說謊 對行政員來說是至愛難行嗎 你說很困難 因為這個不明確的法律條文 這是刑法168條 刑法168條 只要證人在法庭上 對於案情有關的重要事項 為虛偽陳述 這一點 這個法律已經民國23年到現在 部長 請問 這裡面有哪一個虛偽陳述 有哪一點是不明確的法律概念 這個是有一個代證的一個事實一個存在齁 我想我們都念法律 168條 是因為這是 有沒有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虛偽陳述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嗎 是嗎 這個是有一個 檢查官已經用這條用了多久了 法官用這條用了多久了 但是在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裡面168條 這是一個 一個實行很久的一個法律 沒錯 而且這是一個證人 他陳述他親身經驗的一個事實 是的 所以有一個客觀 你認為眾議員陳述他經歷的真實的事實 所以這個有一個虛偽 有一個虛偽 但是 但是我們在國會的改革法案裡面 立法案性司法 這裡面的虛偽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 而且是人演人輸 他沒有一個客觀的一個代證的一個事實的存在 我想我講這個代證的事實存在 我想委員應該很清楚 我們都念法律的 好我希望你不要搶我的時間齁 第二個 院長 很簡單 這不是不明確的法律概念 已經用了上快百年的一條法條 最重要的是我認為 你是最高行政首長 不說謊 在立法院 是 致愛男性的嗎 你告訴我這句話 是還是不是 不說謊是每一個人 自我內心自我的要求 沒有錯 官員不說謊 是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嗎 但是誰來判斷 要不要有一個代證事情來判斷 所以這個案子 在刑法上面 所以調查者是檢察官 是你法務部所下的檢察署 判斷者是法官 不是立法委員 請不要再以而傳而 但新的刑法裡面 是有這樣的行為的 對 但是虛偽陳述 不是不明確法律概念 我再講到一次 政法已經用了上百 不過虛偽陳述的一個前提 必須有一個客觀的一個 代重的一個事實 一個存在 我在講 所以你檢察官要去查 立法委員移送給你就不查了嗎 你不查 那交給你刑法要做什麼呢 所以 大概應該不是國會 立委行事 調查權的一個範圍 有沒有虛偽陳述 遞檢處檢察官 比立法委員更有經驗 法官更有判斷 這是依法行事 下一條 官員出示質詢 立法委的決定不能用表決的方式 非常主觀 我們把它移送 任何人都可以告發 不是嗎 如果今天這是條公訴罪 一般百姓知道那個人在說謊 他就可以拿去法院做偽證罪的告發 不是嗎 同樣的 有人拿出資料 證明這個人在國會說謊 他也可以拿去告發 不是嗎 為什麼要透過表決的方式 沒有要透過表決的方式 因為這是刑法 這條是公訴罪 不是啊 那所有調查委員會 移送某某調查委員會 給廉政署一樣的道理 院長 不要再說跟院會有關 誰都可以移送 好最後 院長我再請教 最近我常聽到說 只要增加預算就是違憲 你認為嗎 立法委員只要增加預算就是違憲 你認為嗎 法官對國會的權責 是有類似的規定的 好謝謝黃委員 好謝謝黃委員 謝謝卓院長 下一位請賴委員會員諮詢 好謝謝 謝謝主席 有請院長 有請院長 悲許 賴委員好 早安 我想在這裡要跟院長鼓勵 也跟我們的整個行政團隊加油 站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錯誌的 錯亂的一個地方 四天半是哪些人佔據了主席台 是哪一位主席才是 說可以舉手表決 讓我們的民主倒退了三十幾年 院長 我想一個會議案的七大理由 這麼一個七大理由 因為我們公文有公文的一個格式 跟民眾溝通有讓人民理解 所以用字潛詞會有所不同 但本質上不會改變 這根本就是常識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的家人 有些委員的家人 就是在做詐騙 所以他認為大家都是在詐騙這一個社會 這個是讓我們非常心痛的 院長 你當過立委 你知道這一屆的立委 其實空前空前的誇張 我們在排隊 在排隊要簽 那個簽到會莫名其妙被咆哮 我們甚至在委員會裡頭會被藐視 本席認為就是說在談國會改革之前 我們應該要先用禁止照照自己 應該要禁止咆哮 禁止藐視同事 從這個國會改革開始 院長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在憲法 庫於立法院的一個前責 在四字五八五裡頭的議決文裡頭 我們希望立法院在議決議算 在法例的時候有調查權來輔佐 可是當我們看到這些號稱改革的人 他們說修法是為了追查弊案 要追查弊案 那是不是就請他們去參加司法特考 其實我想立委是可以有調查權 那絕對不能侵害民主的體制跟人民 院長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當然我們在四字五八五號裡面的解釋 是有一定程度的調查 是 調閱 或是相關的權力 但是他一定有受到限制 對 一定有受到限制 對行政特權 對於一些國家的機密等等 一定有受到相當的限制 那這個限制 也應該落實在每一個條文上面裡面來 而不是只抄前面一段 院長 這一段時間我們參加很多 那個地方的 跑很多地方的行程 大部分都是端午節跟畢業典禮 端午節我們看到的是在社區裡頭 的長輩 然後在學校的畢業典禮 然後在學校的畢業典禮 我們看到的是青壯年的這些年輕的家長們 其實在本市的選區裡頭 有很多人告訴我 他們說 你們要回去跟做院長說 你們要回去跟何千里說 加油啊 要加油 沒有台灣 這個不上去 我每次听到这样的一个鼓励的声音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内心 我个人内心非常的痛苦 大家有看到这四天半 很多人他们不会告诉我们说 不能去修爬 他们是告诉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站起来 挺上来 院长在你记守级 小英总统的前八年的一个执政 因为有一个次长因弊案而入议 如果年政署跟警政署的办事不利 那怎么会让民进党的这一些政务官都安全下庄呢 所以我觉得整个民众党跟国民党 他们是先捏拿了一个贪腐的假象 再假借就是查弊案来扩权 这个是一个舒服起的一个修法 然后另外我再请问院长 你支持不支持 就是总统来立法院 急问急答呢 这是总统在宪法上的权利 如果总统能够来 我想也是创下一个相当好的民主宪政 但我无法替总统回答 但是我认为民选的总统 接受国会对他依照宪法上的互动 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事情 好院长我再请教你 总统在宪法上面有没有义务来立法院备训呢 立法院每年在集会的时候得邀请总统来做国情报告 文字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当时立法的精神以及宪法的设计 就是总统应立法院的要求 他可以来 他可以来 但是绝对不是一项定期的义务 而且必须是急问急答 没有错 院长你讲了非常清楚 没有义务 没有义务到立法院来备训 是没有义务的 那这样的修法根本就是 非常明显就是违宪 那为什么蓝白选拳合不了输了就蓝白为奸呢 他们就要一起来修法做太上皇 谁啊那中统都算输啊嘛 所以他们要修法做太上皇 这是本席的一个最直截也最直截的一个感觉 院长你应该首读国会的扩全法案 之前相辅的这个是常识啊 那可是在国会的扩全法案中 我们看到立法院对行政部门的一个耶稣 谢我们没有看到行政院对我自己的自我耶稣 这个是一个想扩全又不愿意负责的一个修法 不知道院长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确实在这个新的修法当中 我们详阅了这个里面的条文 他是创设了很多过去少见的权利 也是没有的权利啊 他可以把他自己当作是一个法院 是一个检察官 这样的方式 我想对于这个五院的体制 跟宪政的分立 是绝对是一个很不好的侵害跟破坏 是 所以院长我刚才一直在讲 这是一个非常挫折的地方 当很多人十分钟里头 他不断的提到的是习近平 提到的是香港的大会堂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讲 未来如果我们让这一个修法 这样子扩全的修法通过的话 台湾的民主即将被没收 这个是我们担心的 我不知道院长你的看法是怎样 我们不希望台湾的民主被不民主破坏 不希望台湾的言论自由被言论不自由破坏 所以我们捍卫的是这里的宪政跟我们的自由民主人权 是 所以院长你也担心台湾的民主危机 当我们台湾在国际地位 屹立不摇的站稳脚步的时候 我们的科技业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源头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要去归咎我们的民主体制 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不借着就是这一些青鸟 这些公民社会监督 这一些烂权的立委的时候 有宪法的武权分立 让宪法机构能独立运作 又相互制衡的时候 如果我们让立法权独大的话 让宪政的机构的权力失衡的时候 院长我们大家是担心的 我相信你也会是担心的 我更为一般人民担心 更为一般人民担心 没有错 所以这个就是说 本席在这里要特别特别 就是跟院长提醒 就像我们南部的乡亲 他一直在讲 我再重复一次 我每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我就很难过 他们叫赖清德总统 他们都叫他姓德 他们现在也叫你兜允允允 他说你要跟各位说 按揚起来 要硬起来 这是我们最通俗的台湾话 其实这个里头 承载的就是满满的一个肯定 满满的一个托付 院长 听了吃不甘了 所以我们每一次到立法院 当我们每一天来来去去坐高铁 早上到立法院 委员会执行完毕以后 我们又回到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是感动的 我们都是背负着一个 十万票的一个名义 到立法院来 为我们的乡亲打拼的 那我们看到一个 这么错字的一个立法院 当我们非常难过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去跟乡亲讲 就是有一群人不爱台湾 好啊 好 议长 我最后给你请教 国民党已经进化成了一个独裁的怪兽 十年前有318的一个学运运动 有公民的社会力量 让国民党可以停下来 亲中卖台的脚步 十年后的青鸟运动 国民党跟民众党竟然可以一笑置之 还强行通过了一个扩潜的法案 院长 我在这里请问你 如果护坤旗今天对你提出不信任的 不信任案的话 你愿意用你的政治生命来捍卫台湾的民族体制吗 当然愿意用所有的力量跟生命来捍卫台湾的民族体制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委员 谢谢卓院长 下一位请叶委员原资发言 不好意思 主席请找卓龙泰院长 谢谢 来 请卓院长 叶委员原资发言 叶委员原资发言 好不好 好 院长好 叶委委员好 你好好 那个刚刚听到前一位委员 又在说国民党不爱台湾 我真的觉得很悲哀 有些人总是喜欢在台湾里面找敌人 把意见不同 跟自己意见不同就扣帽子 说不爱台湾 大家都是在台灣生台灣長 都是為台灣好 即便是意見不同 也不需要給人家扣帽子 院長同意嗎 我非常希望台灣是這樣一個社會 所以每個人對自己的言行 都要 像嚴謹的負責任 院長我現在跟你意見一定不一樣 但我不會說你不愛台灣 只有我才愛台灣 現在為止我們都一樣 所以意見可以不一樣 可以討論 但是不要扣帽子 我覺得大家一直講民主 這才是民主的真諦 我尊重你的意見跟我不一樣 但是我尊重你講話的自由跟權利 對吧院長 很好謝謝 不要扣帽子好嗎 好院長 謝謝 那今天因為是針對複議案來質詢 我想跟院長先確認一下 你的幾個複議的理由 那到底他實際上是什麼意思 那因為有一些不理由 其他委員已經有跟你深入討論 我針對有一些 我看到比較少討論部分來跟你救教 第二點 你有提到說 有一個理由是 我們現在的版本混淆雙手掌制 然後質詢總統違憲 對吧 這第二點是你們的理由吧 是的 請問院長你覺得台灣現在制度是雙手掌制嗎 我們憲法的設計是這樣子 是齁 是雙手掌制 那雙手掌制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民選的總統 任用的這個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向國會負責 那你知道我們國家 就你定義的雙手掌制 跟法國的雙手掌制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他是總理 對 他總理制 對 總統也是民選 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最大不一樣 面對的國會的結構不一樣 欸不是 有一個最大不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你講到雙手掌制 我想必你對雙手掌制很有研究嘛 所以我才會問你這個問題嘛 那你知不知道我們跟法國雙手掌制 最大不一樣是什麼 他是總理制 總理制 總理制 總理制怎麼樣 怎麼選出來的 對 怎麼選出來 這我說要面對國會的 總理制怎麼產生的 您知道嗎 總理怎麼產生的 總理選舉出來了 不是齁 跟跟一種報告齁 法國的雙手掌制 實際上叫做行政權雙軌制 齁 就是 如果總統 跟國會多數黨是同一個黨的時候 最高行政首長就是總統 但是 只要總統跟最高行政首 跟國會最大黨不一樣的時候 就由國會最大黨來決定總理 所以行政權這時候 又換到總理那邊去了 所以他是換鬼的 國會的結構不一樣 他就換鬼的齁 就是說 要嘛就是總統是最高行政首長 要嘛就是總理是最高行政首長 跟台灣所謂的雙手掌制 是完全不一樣的結構齁 那所以 你知道為什麼 大家講說台灣的這個制度 跟法國的 比啊 是 弱很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的雙手掌制啊 民意 這個是民主的真諦 可是在我們國家的制度啊 行政院長已經變成了總統的執行長 所以 當然 院長每次來接受國會的監督 可是 你不是實際上做決定的人 這個才是我們國家 不符合民主的最主要原因 院長 院長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說的是不對的 所以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沒關係 賴清德 你說的是不對的 賴清德總統知道啦 因為賴清德 你說的是不對的 所以我不知道 因為賴清德總統在2016年 跟二齡 跟他之前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多次強調啊 台灣要朝向內閣制的雙手掌制 比較健康 他自己提出來啊 他說 我們的隔魁行政院長 應該要經過國會的同意 這個是賴清德總統講的 你可以看一下 要經過立院同意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總統 他自己發現說 我們的制度不對啦 我們的制度不對 才真正造成 民主危機 這個也是 修法的過程去努力啊 所以我要告訴院長 修法 憲法是立院的職權 所以第一 你的複議的理由 第二點混淆雙手掌制 實際上你並沒有很了解 我們國家到底什麼制度 我們國家實際上是總統制 就是 總統才是最高行政首長 如果按照您提到的 我們國家是雙手掌制的話 那您才是最高行政首長 可是你可以 所以你的權力是大於總統的喔 抱歉 委員 在憲法規定上 行政院 全政院長就是最高的行政 但是實際上 決策的人不是你嗎 你的決策可以超過總統嗎 國安外交兩岸之外 做最終決策的當然是行政院 那你的決策可不可以超過總統 總統如果叫你做A 你可以說不要我做B嗎 你的權力有沒有大過總統 我們可以跟總統很深入的去討論跟決定 但是決定還是總統 決定在行政院 所以你比總統大 所以你在政策上面 如果總統叫你往A 你說不對 總統應該B 要聽我的 我才是最高行政首長 你敢跟總統講這樣的話嗎 我們會說明理由 距離的這個 距離立爭 但是最後決定現在還在總統 所以今天 行政院該整 決定的事項 就在行政院決定 對啦 可是過去 憲政 我不針對你個人 就像我們很多的政策 也要跟立法院討論是一樣的 但是過去憲政的運作 很多都是總統決定嘛 像要開放美豬啊 或者是什麼高端啊 這些都是總統決定的 行政院長就是來被巡 模仿外交兩岸 當然總統會做最終的決定 但是很多 內政 很多內政最後還是總統決定 就像 總統昨天成立了三個委員會 其中當然有一個委員會 是跟國防有關 但是另外兩個委員會 一個是跟環境有關 另外一個是跟 衛生有關 這兩個理論上來講 是屬於行政院的權責 可是我們並沒有在行政院下面 在另外設委員會 我們是在總統府下設委員會 就變成一個太上皇機關 健康台灣是總統選舉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政見 所以從這裡角度來看 成立一個健康台灣的委員會 是應該 而且是 GaS會接受的 環境的問題未來牽扯到 是整個國際戰略的問題 我同意 所以現在我們國家 最高行政總長就是總統 因為他在選舉的時候 會提一些政見 而這些政見必須要落實 發展諮詢委員會 對 那那就 那 他必須落實 所以諮詢委員會 做出來結論會去影響行政院嘛 但是 做出這個決策者 他不需要到立法院來背詢 導致於 有權無責的狀況 但這些都是 跨黨派的 社會人士 他不一定 會到立法院來 對沒錯 所以有權無責嘛 其實我們在討論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 討論並沒有什麼 太大的 歧見 我只要告訴院長說 對 沒錯 總統有政見 他要落實 邀礦黨派 但是最後總統決策以後 要求行政院來執行 所以行政院就是 總統的CEO 但是總統不需要到國會來接受監督 副召集人 在總統府的三個委員會當中 副召集人多數也都是行政院的代表 那為什麼要在總統委員會 那就直接行政院下面設就好了 行政院有行政院成立經濟委員會 那就疊重駕駛啦 不是的 到時候要聽誰的 不是行政的分工啦 要聽誰的 要聽總統的 還聽行政院長的 所以 所以你看 我 你講一句話都會產生三個問題 這就是制度問題嘛 所以我們國家不是雙手掌制 我們國家就是總統制 嚴格講是偏向總統制的雙手掌制 雙手掌制的意思是說行政權要換到您的手上啦 所有事情就你來決定 事實上是如此啊 沒有啊 我們如果有的話 為什麼要三個委員會 對不對 然後再來喔 剛剛在第二點後面那一項 質詢總統違憲 我們並沒有質詢總統 那個是邀請總統來報告 依序及時問答 其實那個是問答 問答 而且是依序 有問有答 有問有答 是依序問答 但是 到底要怎麼問答 其實是要保留給朝野協商 所以這是法律的不明確定啊 沒有啊 那大家都是朝野協商啊 對總統邀請來會經過什麼樣的質詢 是他來了之前才決定他是該用什麼的方式呢 不是質詢嘛 等一下 什麼是質詢 等一下 但那不是質詢 喔 那個院長我不知道說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質詢 我等一下跟你討論 好我們接下來看喔 這個有一些 那個有一些 你們黨友啦 因為你是大師兄 我也是很尊敬你 有些黨友的言論喔 我才聽不懂喔 這位是前內政部黨林佑昌 他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立委聯合修法 把自己變成法官 叫你到立法院問話 然後你藐視國會 國民黨民眾黨多數舉手判疑有罪 請問一下在我們通過的法條 哪一條是這樣規定 他是說錯 經過藝人的提案 五位委員的連署 他說對一般 他說對一般民眾 針對的是 他說對一般民眾 請問一下對一般民眾 有國民黨民眾黨 舉手可以把你判罪嗎 有這條嗎 是政府人員 那那你要不要跟林佑昌講一下 叫不要造謠 有認識嗎 我要跟他講 我不知道他是中文 中文不好還是刻意要混淆啦 我要跟他講雖然政府人員也是人民 但是這個用紙稍微應該盡少一點 但是他現在煽動嘛 因為跑到下面都是群眾啊 就跟民眾講說好可怕啦 國會法案通過你們都要被抓去關 欸院長可以這樣嗎 而且一個做過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要不要依法行政 要吧 只要是政府的官員 那如果官員看不懂法條 是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而且那個法條應該小學程度的人看得懂啊 官員要熟讀法條 對所以怎麼會看不懂 是中文不好還是身 還是心腸不好 院長可以大師兄名義 好 謝謝葉委員 好 謝謝葉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莊瑞雄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有請我們行政院卓榮臺院長 請卓院長貝詢 請我們法務部啊 請法務部長貝詢 請法務部長貝詢 院長好 中文員好 我想啊 今天啊 我想啊 今天啊 這個整個副議案啊 在立法院啊 這樣在整部法令審完以後啊 進入這樣的一個程序啊 我個人有很大的一個感慨啊 那這一次啊 那這一次啊 整個國會職權的一個行使法啊 國會改革的一個法案 衍生到最後民眾認為這是一個國會擴權的一個法案 為什麼說覺得很感慨呢 民主進步黨 不管是在野 或者是我們執政 其實國會改革 民主進步黨都有提出方案 我們在野的時候我們也提出 我們執政了以後 我們在國會多數我們也提出 那為什麼到最後都沒有繼續審議下去了 國會沒有共識 社會沒有共識 我舉 我們在 第九 第十屆 第九屆 我就跟我們現在的國安部長 我們的孤立雄 當初他在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們就有共提過版本 那這一次的一個通過的一個版本啊 我相信啊 社會大眾眼睛都很雪亮啊 程序上 那當然就不用講了 有很大的一個問題啊 充滿了重大的一個瑕疵啊 在這個內容裡面啊 我相信 從行政院所提出的這些覆議理由裡面 也去感受到了 這違反了整個權力的一個分立 確實啊 你去從整本憲法你去把它翻啊 你很難去看到說 你找不到 不是很難看到 總統對立法委員 只是來負責 這樣的一個條文在啊 剛剛院長 你去月圓支 去那裡拐 你知道嗎 月圓支月圓 那切得不通啦 得不通啦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他舉的叫做法國啊 他講的是第五共和啊 他沒有再往前去看 他的第三共和 第四共和 我其實講的就是在講內閣制 過去啊 人類啊 還沒進步的時候 哪有什麼叫憲政體制 那接下來呢 皇權時代 那你更別想有什麼憲政體制啊 這皇帝去破壞到人民 破壞到貴族以後 還有 大家老百姓起來反抗 然後就要求君主立憲 甚至到最後呢 欸 這個頒布憲法啦 那 過去啊 在我們 憲法的規定裡面啊 我們國會的席次 我相信院長你很清楚嘛 你在做的時候幾世 兩百幾十五世吧 是 到了兩千零四年 第四次修憲的時候 第七次修憲的時候啊 從兩百二十五席 砍到一百一十三席 院長你誠實的講啦 什麼概念你還記得嗎 這希望國會能更有效率 沒有啦 你那黑皮講不是啦 你難道講 你覺得形象太差 你還扭鬼蛇神一大堆 才被社會憤怒啦 把他們砍成一半啦 那你跟他一直唱 我也說不知道 本來憲法五十七條的規定 確實是國會至上喔 憲法五十七條的規定 本來是講說 我們立法院 對於行政院的重大政策 有意見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 以請你們來做變更喔 我的修憲砍掉了 停止適用啦 總統選出來了 不然我從小時候 在看到立法委員在質詢 每一個人站在這個地方 都跟你說 我代表民意 你挖多了代表民意 這次民意就反撲了 這次民意就反撲了 但是我要請教院長的就是說啊 接下來立法院 很有可能在野黨這樣 聯手國會的多數 會通過很多可判的法案 院長你可能會創下 有史以來 提富裕最多的一個院長喔 你只要看待 立法跟行政兩院這樣的一個對立 你有什麼聖誕沒有啦 我問你啊 最重要的還是希望在大院裡面的討論 能夠真的透過民主程序 大家好好的討論 很嚴謹的來審視所有的法案 這樣的話 出來的法案 大家依法行政 都心裡都沒有任何的壓力 人民也會接受 這樣國家才能往前走 院長不效 你說這個不效 怎麼說不效 你都不知道 今天在副議案啊 我們才在主條耶 所以 應該要透過民主程序 好好的討論 副議案啊 部長不是嗎 我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我很清楚啊 這是要主條來討論 沒有一條主條過啊 就只有大體討論啊 大體討論我就提出來了 我說開什麼玩笑啊 本來按照 在野黨的提案裡面啊 藐視國會的部分啊 人民是處三年以下有極徒刑 官員是一年嗎 還記得吧 那是我說的 他們是在笑咯 什麼老八世給你算出來 老八世你給他罰三年 你給他罰罰三年 那官員變一年 那邏輯在什麼地方 齁 青鳥來了 抗議了 有壓力了 那一條趕快拿掉 人民的憤怒是有用的啦 但是呢 我必須要請教的就是說啊 部長 你如果說你 你這檢查我出身的 叫政靈來 不管是民事 不管是刑事 傳政靈來 好了你傳我去啊 我沒要去啊 你了不起命居體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合法傳票居體 你傳我去我就不去 你就把我居體去啦 我到了法庭上 我還是拒絕政言 可以吧 可以 他在看了有沒有拒絕政言的 對決法 然後處罰是多少 罰犯的 三萬 立法院說變多少 那十萬啊 那很怪啦 這個我這個邏輯我到現在都想不通 法院罰人民 三萬 我們立法院叫來 你給我假承 十萬 這這這 這哪通啊 如果你找我去 傳案證人 我虛偽給你陳述 我給你亂講一通 我給你講顛倒 你要處罰我對不對 我到時候 我的律師就提出來跟你講 你忘記拒絕 無效 那個拒絕的話 就不成立委訟出來 是啊 我們立法院這個 完全都不用拒絕 這就怪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在司法法政委員會 連一條都沒有竹條 到了草野協商 我們韓院長在主持的時候 失調 所以這喔 萬六的嘴虧喔 韓國瑜院長 逃不了責任 這哪對 只要快撞破碗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非常 誠懇地要來請教院長 就是說啊 這明天知道齁 你可能這個總會呼籲 就有可能輸的 你知道嗎 不過你知道嗎 你們準備失憲了沒有 今天繼續努力 明天如果覆議案 結果出來之後 有必要尋求憲法上 另外途徑的救濟 我們會再經過思考 這個條文的設計啊 草率啦 我看到在海黨的朋友 一直在講說 還要我們這個整個 調查權的行使啊 就跟人家德國的調查委員會法 都很類似的啊 是啊 但是人家整本啊 調查委員會法裡面 對證人的一個整個 裡面的一個規定啊 整本 整套 那我們現在是把辛辛苦苦 來協助國會調查的人 來協助的人 嘿 我們現在認為說武器好用啊 弄了一大堆處罰的規定 這個對於人權的保障啊 這個太過於草率了 剛剛議員制還有講喔 他說 欸啊你怎麼知道 我們中華民國什麼體制 我們今天亂七八糟的體制 我也不知道 我也算熟讀憲法喔 一定 如果內閣制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當院長啊 我不是這樣說 今天如果內閣制 今天就應該 你國民黨跟民眾黨 那你們就推一個來當行政院院長 現在就是不是內閣制 在佐隆泰院長 來當行政院長 不需要 國會的一個同意嘛 對不對 那好啦 總統也選出來了 那總統當然他具備有名義啊 但是呢 我們看到這麼多的 呃 條文的一個設計裡面啊 荒腔走板 昨天副分級也特別講 說 那個四十六條之後 我們就全部就照你民主進步黨的條文 通過的 是啊 他的再修正案 通過了以後 他還講說三黨共識 你看到鬼啊 在偵查跟審判裁判確定前 確實 不能去侵賴司法權 這條就用我們的條文啊 可是接下來四十七條 補充你要怎樣 他說可以調副本 副本 這個條文通過以後 你法務部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你給還是不給 你給副本還是不給副本 就只好配合辦 你說啦 這個法律如果通過三獨通過 總統公布的話 這就有效法律 只好依法律來處理了 但是這個是很不合理的一個規定 而且這個不是只有對公務員喔 這個還對那個民眾社會人士 那這個不提供的話還有 還有就處罰規定 那我想這部分那個國會改由法律 就處罰人民這邊 或是我們比較是 感覺要是比較遺憾的 這個就侵犯司法權 是嘛 所以喔 你看 副議案大家開始在竹條 在笑死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英頂跟勞頂 你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有沒有 讓子彈飛 他說他要是體面 你就讓他體面 他要是不體面 你就幫他體面 三分之一連署就可以了 那他退下你 你給他建議啦 待會國民黨起來 你給他建議啦 沒有啦 謝謝 謝謝 過了不過了 你一年坐在那裡也好 可以穩定 嘿嘿 可以幫國人破壞整個國家的一個施政 這條我剛才剛才說 很簡單 有好啊 大大的共和 就彈這樣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莊委員 謝謝卓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林德福委員諮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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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將務部院長 是不是請 這個 卓院長 請卓院長 讓我們備搶 蘋惟委員好 首先還是恭喜你就任行政院長們一個月 那今天本席第一次在質詢台 這邊要與您對話 但也遺憾就是行政院反對國會改革 行政院沒有 那 枉顧新國會新民意啊 忽視國會改革的重要性 因為依憲法行政院為國家最高的行政機關 那依憲法徵修條文啊 這個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啊 過去齁 這個蘇貞昌前院長接受蔡英文前總統任命為行政院長時 被外界啊稱為蔡蘇共治 認為蘇貞昌當行政院長時有一定的主導權啊 而非僅做蔡英文前總統的傳聲筒或傀儡 那本席我也期許卓院長在行政院長任內啊 要走出自己的路 期待您能夠好好發揮行政院長應有的一個功能 如果只是當賴清德總統的傳聲筒或是傀儡 就是總統有權無責 所以說才會啟動一系列啊的國會改革 齁 那個 卓院長你有什麼看法 謝謝委員前半段的鼓勵 我們正式在往這條方向走 行政院要負擔起全國最高行政機關的責任 對立法院負責更要對人民負責 總統是民選的總統 他有來自人民對他的支持跟期待 那我們會分別不同在各個層次上面做好 未來福國利民的相關工作 卓院長 因為這次在複議案的第二條就是 那個行政院說是混淆雙首長制啊 質詢總統這個違憲啊 那其實齁 行政院針對國會改革修法提出 複議啊 本期其實齁 我早就看出來 一點也不意外 在立法院審查國會改革修法過程中啊 其實民進黨齁 這個一再阻擾修法 干擾議事的整個進行 害怕民進黨過去啊 執政八年不是不是你當院長 遭到民眾所質疑的議題啊 包括這個疫苗的採購啊 高端的護航啊 小吃店的快篩啊 超市的買單 光電的閉案等等 重新再被檢視 那這次啊 立法院職權行施法 以刑法修正案 這個有在立法院討論 有專案報告 也有公聽會 也有委員 委員會的審查 有朝野協商 也有院會表決 甚至於啊 這個也有 通過很多 民進黨修正的版本 這些動議啊 這個修正動議的版本 齁 所以說 這個 卓院長 此次國會改革 法案的重點 讓國統 總統來做國情的 這個報告 常態化 是符合憲法的規範 齁 那聽證會 僅限於喔 公務 齁 相關 一般民眾根本就無礙 對一般民眾根本就沒有影響 齁 那人事同意權 實質的審查 避免政府 仇佑式的來衝訴 而且是國會代表人民 那當然政府應該謙卑的來面對人民 齁 禁止官員虛偽的陳述 齁 那 那政院難道要保護官員 有說謊的權利嗎 齁 所以說行政院所提的這些互議案 跡象理由啊 我想昨天啊 已經有很多在野黨的委員 一一的跟您 齁就是質詢 不過 就像平行線一樣 兩邊 都沒有交集 齁 賴金德總統要負最大的責任 齁 那個 昨院長你有什麼看法 第一個 委員先前剛剛所指出的一些案件 現在 已經在司法機關的調查當中 嗯 並沒有 但是齁 遙遙無期啊 司法機關調查 到目前為止是遙遙無期啊 已經過了一個總統的界線 而且你看 這個當初啊 人民質疑的 不是沒有道理 你看那個超市的買單 小吃店的快篩 甚至於光店的弊案 齁 這個護航高端等等 其實老百姓都看在眼裡 老百姓不是傻瓜 佐院長 國會或人民甚至行政院 都可以對司法機關 希望他們能夠謹速的 把真相釐清 但 就算怎麼樣 立法院也不能超越司法院 但是 今天就是因為司法機關 態度嘛 你就會 你就是 碰在那裡不動 而且齁 所以 國會可以代替司法機關嗎 到過去這段時間 到現在為止 辦難不辦律 只要難得齁 馬上辦 其實齁 不是代替司法機關齁 這是有程序的齁 不是讓你亂扣帽子齁 左院長 這是有程序的齁 就算這樣子也不能夠去侵犯司法機關的權利 不是侵犯 最後 最後聽證查詢的結果 整個還要送 送司法機關啊 並不是說沒有 在 聽證過程當中 有這個規定 就是 請來訓問的對象 你們可以問的是 是有相關的齁 或 立法委員職權相關的事項 這個很寬耶 那個 卓院長 幾乎啦 是有針對性的才有 我跟你講 那是有這一句啊 不要齁 把那個 等於是齁 亂點鴛鴦譜 其實齁 因為 那個卓院長 我跟你講齁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啦 今天是針對問題 探討問題 要解決問題 所以說才有 國會改革的五個法案 但是啊 因為執政黨 他為什麼一直黨一直推 主要就是什麼 過去的弊端蟲蟲 大家心知肚明嘛 今天就是怕被查 所以說 今天才用各 用盡各種的方法 來阻擾 那個卓院長 您知道過去 蔡英文前總統 被稱為 神贏小英嗎 對不對 因為媒體報導 蔡英文七百四十五天 沒有接受 國內媒體的訪問 逃避媒體第四權 齁 的監督 那賴金澤總統過去在擔任 臺南市長期間 經合法邀請 拒不掠席的議會 齁 那首開地方自治史上 官員集體 不進議會 齁 那這個 這樣的一個惡例啊 齁 傷害現代的整個民主法治 齁 這個 治國的基本原則 立業憲法 以地方制度法 齁 齁 那 這樣的一個規範 那其實 這個地方自治團體首長 行政權之基本 界限啊 本來就應該 那結果他是架空地方的立法權 齁 那動搖民主 社會基本的核心價值 違法市政明確啊 被監察院彈劾齁 齁 懲戒委員會最後認定賴金德 違法 失職 決議啊 給他申戒 齁 那 這是立法院所通過的國會改革 重點之一 讓國會 讓總統 國情報告常態化 立法院 於每年集會時 要邀請總統到立法院 就國家大政方針 重要的政策議題 來進行國情報告 齁 那 賴金德昨天宣布說 總統府 將成立 氣候變遷 健康台灣 還有 包括全民的防衛 三大委員會 這三個委員會 將由賴總統領軍 齁 那具體推動各項的改革工作 其實氣候變遷 健康台灣 根本都是行政院的業務嘛 這個跟總統有什麼關係 齁 外界質疑啊 賴總統要當太上行政院的院長 齁 那還是不放心行政院 左院長 你的領導 這難道不是 有權無責 的實際案例嗎 齁 那難道 總統 總統不應該 來立法院做國情 這些報告嗎 你來 總統依照憲法是可以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但是不以把它定為定期的義務 而且急問急答 剛剛委員提到台南 賴市長當時不進台南的議會 他是針對台南議會的結構上的不良 他產生了一個勇氣 你有意見 有人有意見 但是這件事情到現在還有人記憶猶心 認為這是一個勇氣的對抗 但是大家可以有評價 沒有關係 過去從來沒有啦 那個卓院長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是密切分工的 那個卓院長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的立法委員 立委都 都是 代表民意 齁 那總統對人民開出的政策支票 立法委員 對總統提問 讓總統 來回答 政策支票 對線與火 難道這樣就違反憲法嗎 難道這樣就違反憲法嗎 因為你 總統可以來國情報告 總統可以來國情報告 屬於憲法上的權利 對 因為我想人民無法接受這樣的說法 還是因為賴清德總統 根本不願意國情報告 不想執球對決 也想 菜歸賴誰 等於是就是當過去啊 小英總統的這個 就是神明小英 他就是神明小七 就是因為他落到清德 賴總統我整個情願都是遵守憲法 我是希望齁 一定要遵守憲法 一定要遵守憲法 好 謝謝林委員 謝謝左院長 報告全院委員會 休息十分鐘 現在休息 請你出來 請你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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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5月28 他们强硬的通过这个国会的扩权法案 到现在很多人都提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去地方上民众也会问 就说国民党说这个过程审查了13次 怎么会不民主 但他们没有说的是没有实质审查 没有实质审查 就算你审了100次也都是假的 然后他们说对啊定罪的是法官不是立委 但他们没说的是为什么立法委员可以移送公务员 可以开罚人民嘛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用的话数都是话讲一半 都用这种诈欺数在欺骗人民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院长部长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好好讲清楚 现在啊其实国民党民众党都一直说 他们说民调说有57%的民众 支持国会改革 但是其实这几天也有很多新的民调显示说 例如说从帮我看一下 16号这个中华亚太金交流协会说 六成以上的民众支持复议 然后17号台湾民意基金会也有说 51%的民众支持行政院复议 那到19号昨天也有进新闻的民调说47.4的民众来支持复议 也就是代表说其实这几天民众都是表达支持行政院来提出复议的 那我先请教一下院长 你觉得为什么民众一方面大力的支持国会改革 但是又支持行政院提复议呢 你认为这中间有没有矛盾 国会改革四个字 它绝对是大家一致都支持的 因为这四个字代表让国会更有效率 立法秉职更高 国会议员对自己的约束更高 这当然是国人之所希望 但是看到这样的审查的过程 刚刚有委员提到我没有时间答复 我们从媒体上 新闻上看到最多在讨论过程当中 最多的就是两样 一个就是条文保留 一个就是停止讨论 这对委员的权益伤害有多大 对条文内容的品质 是完全没有办法落实跟好好讨论的 所以民众也看到这一点 再看到表决那个时候 赛场人数跟表决人数不符合 认为那个表决 基本上是重大重大的挟持 所以人民愿意站出来 真的大家辛苦了 我真的希望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努力 让大家不必要这么辛苦 国会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把它做好 谢谢院长 所以啦你问我说 你知不支持国会改革 大家都支持啊 我也支持啊 院长也支持啊 但大家不支持的是 蓝白版的国会改革嘛 不支持的是这么黑箱的程序嘛 所以其实希望蓝白 不要再用这种话术来欺骗人民哦 那当然前面这种 这个恶法里面的这种乱象 大家已经讲很多了 那我今天来请教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部法律到底要怎么运作呢 为什么说这部法律很难运作 我们先看这个投影片 请教一下院长 这个是一个选择题 请问下列何者为反咨询的定义 A是许草新说的 答复超过咨询范围外 B吴宗宪说的 透过判例来建立 C蒋万安说的 被询者不能反问咨询者 D黄国昌说的 官员回答说 你在那边叫什么叫 ABCD请问 正确解答为何 请院长答复 抱歉委员我真的无法定义 无法定义吗 以上皆非嘛 因为这四种说法之间 彼此就是矛盾的 连国民党自己的阵营里面 都没有办法 去统合一个共识 说什么叫做反咨询 按照这个许草新的说法 他说官员可以反问 只是不能超过咨询的范围 黄国昌说的是说 你可以反问 也可以超过咨询范围 但重点是不能凶官员 但他自己可以咆哮 自己可以掐嘴 然后呢 吴中仙说 这些说法都不对 我们要等 有判例之后 才能知道说 到底反咨询的定义为何 所以当现在 他们自己阵营里面 都南辕北撤的时候 真的有官员 因为反咨询 到时候要上法院 请问 这个到底要怎么判啊 请问 要 法院说 请问立法院反咨询 到底什么定义 到时候我们立法院到底要怎么回答呢 是要说 反正法院你们先判了再说啦 判了我们就知道 到底反咨询是什么了 然后我们现在法院要找国际上的立法力 哇 找不到 因为没有 史无前例最强大的反咨询定义 就在台湾的立法院 到现在还生不出一个定义 请问到底要怎么执行啊 然后这个25条 除了说反咨询也有很荒谬的啊 他说官员不得隐匿拒绝答复 也不能虚伪答复嘛 因为 因为这样子就是 藐视国会 那我想在座所有的部会首长 到时候都会答说什么 尊重大院的看法 尊重委员的意见 每个人就会像一个NPC一样 到时候只会回答这一句 因为你不管有没有回答 都有可能犯了隐匿拒绝答复 或虚伪陈述嘛 所以呢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所有的部会首长 大家都是像这种没有回答的回答 似是而非的回答 好这是一个 刚刚院长你这样算答对啦 然后再来第二个例子 我想要问一下部长 这就是这个法条最让人觉得汉格的地方 47条他们照蓝白的版本过 46之2却使用民进党的版本 请问一下47跟46条之2 部长你觉得到底如果到时候这两条汉格了 到底哪一条要先适用 你专业的法律见解来告诉我们 当同一部法里出现这么矛盾的内容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执行 46条之2它是只要是以整个调查权的部预约的调查目的 似乎是这个算是OK的 但是47条的它是又要要求政府机关 法人团体社会关系人要提供资料跟答案等等 而且要提供副本 那这边还可以证言 另外这个还有一些的 还有一个处罚叫48条的处罚 那我想说立法院的调查权的行使只是一个补充性的一个权利而已 而且必须要跟他的 根据585号解释 也必须要跟他的立法院的职群有重大关联者 而不是像这样致意的 如果保暖性不配合的话就致意的一个处罚 那这部分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这个是会引起社会的一个不安 所以我认为是这部分的确是它的非常的不妥之处 所以啦 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这一步法就是一个似不上的拼装车嘛 就相差两条 46-47条隔了这么近 结果两条适用的范围却是打架的 这个到时候怎么执行啊 我就问个例子啦 就是说到时候有立委要跟你们要一些国防的机密资料 然后 然后你们说 这个是行政首长的特定的机密不公开的行政特权 那请问 他们我觉得说你们这样就是 已经必须要对你们进行惩罚 他就开始开罚你 罚到你给 对这次就是像那个46条之二 他还是可以做行政的一个 一个调查权的一个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而且甚至还可以对民众不配合 对政府官员不配合的话 他是可以做裁判 而且是可以暗示处罚到你屈服为止 没错 照部长的见解 也是认为说像蓝白的版本这个47条问题之大 是这样子对吧 他是这个有严重的这个侵害到违反权力分立的一个原则 是好谢谢部长的说明 所以这整部法到底要怎么执行 我也很怀疑 部长也很怀疑 院长也很怀疑嘛 那最后啦 我还是希望告诉大家 大家都支持国会改革 但是这个不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版本一定要好好讨论 所以拜托所有的民众在外面看的都希望说这个不一样 明天能够顺利的通过 让法案回到立法院好好审查退回重审 谢谢王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王玉敏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我们是不是有请卓院长 请卓院长被选 王委员好 卓院长好 院长我先请教你 你刚刚在回答的时候有提到说 你是支持国会改革的对不对 当然是的 好 那但是你在上午回答这个有委员咨询的时候 你这次提出来的复议案 又是所有的条文 你通通都复议 没有一条是你认同的 你不觉得这样子是蛮矛盾的吗 在这次通过的版本里面 真的没有一个条文 它是可以落实的吗 每一个条文都必须提出复议吗 请委员能够体谅 我们这个是最整部的法案 整部的法案提出复议 希望重新检测内部 因为像刚刚提到的这个 它就会有条文之间矛盾之处 所以我们就整部 但不需要全部都提复议 第一个本事要救教你的 就是有关于听政权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 我们觉得它相较是民主进步的国家 包括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他们其实都有所谓的听政调查权 那在这个部分 今天中华民国 我们在国会 可以迈出改革的地步 让国会拥有听政调查权 我个人认为 这样的改革 是跟世界接轨 是往前迈进 但是连这个部分 行政院都要提出复议 难道院长你不认同 国会应该拥有听政调查权吗 其他国家有的国会的设计 是没有咨询权 而有听政权 所以听政权 就几乎是代表了 国会议员 对官员 或是一般关系人 或是社会上重要的关系人 他们对他的一种互动的关系 所以有这样的设计 那台湾我们自己 我们在人事同意权上面 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 但是无论如何 他的执行 要参照市制 585号里面的规定 他应该在特定的范围之内 举行他的听政 他里面的这个调查 调阅听政的这个过程 都要受到宪法 这个设置上的规定 当然啊 在立法院里面 我们通过的听政调查权 也不是漫无目的啊 他有设定范围啊 立法委员 也没有那么闲 一定是针对人民重大关心的议题 才会去召开相关的听政会 立法院也不是365天 通通都在开会 会把一些不重要的 然后不涉及国家利益的事情 拿来国会殿堂 去召开听政会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这一些先进的国家 这样的制度行之多年 包括美国 我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所谓的这个听政会 我想大家从各大媒体里面 都可以看到 美国国会召开听政会的过程 多么的严谨 不管你是企业 或者是个人 跟这个案子 重大案子相关的人 你到了这个听政会 你就必须做真实的陈述 我想这样子才可以达到 真的去追求真相 然后帮人民法官的目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民意支持度的部分 国会改革 其实民意支持度 一直都是高的 无论是在这个法案的审议之前 所做的民调 或者是这个法案 已经通过之后 最新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所提到的各项支持的比例 你都可以看到 立法院召开听政会 是将近六成的民众 这么高的民意 他们是支持的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人民 他希望国会 是有实权的国会 希望人民的国会 是可以代表人民 真正去监督政府 而这样子的一个民意 我希望这个执政党 不要忽视这样的一个民意 今天刚刚有民进党的委员说 清鸟 他代表清鸟在这个国会这边 要表达他们的声音 但是这个社会 不止只有清鸟的声音 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声音 而从这样的民调 我们看出来 是超过将近六成的民众 其实是支持的 而这样子的一个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16年国会改革 在民进党相关的委员 都有提出相关的法案 包括我们在座的国防部部长 顾立雄顾部长 其实也有提出相关的法案 我们现在已经是 作为外交部部长的林家文部长 其实针对国会改革 也都有提出过自己的意见跟看法 过去的民进党 我觉得很敢在一些的意见 主张上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价值 但是不要因为换了位置 而换了脑袋 就是过去主张国会改革 有它的这个正当性 包括蔡英文总统 都认为国会应该 拥有完整的听证调查权 才能落实完整这样的制度 但是怎么会因为 现在是在野党提出之后 通过之后 就全盘否定了 这样的一个国会改革 它的目的跟重要性 这个本期是完全没有办法认同的 就是说对的事情就是对的事情 不会因为时空环境不同 不会因为过去民进党是在野 说这个是对的 现在执政之后就说这个是错的 不会有这样子一个价值错乱吗 那我们更可以看到 事实上过去在这些 一个立法的过程应该有多种的因素 这个部分院长先让我讲完 我还要让你看一下 现在您的搭档您的副院长 郑立军副院长 过去他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很认同他讲的 他说要让立委有更完备的职权 包括听政权与调查权 另外一个他提到了 就是我们要让国会立委职权更行完备 而不是像缺了牙的老虎 否则弱势的国会 要如何监督政府 这是郑立军副院长 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在公平会上面一再强调 一定要让国会拥有听政权与调查权 我觉得他当时讲的这个话 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话 我不知道他现在立场改变了 我希望他没有 这个是大家认为 要让国会赋予他更完整的权利 而今天在座的林佳龙部长 他当时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如果做任何隐匿或虚伪的证识 就必须要负刑法上的责任 这个是当时林佳龙立法委员 他现在是部长 当时的主张 这个跟国民党的主张 都没有任何的背离 另外一个是现在的监察委员 也是过去的立法委员 我在第八届曾经跟他同事 我常常就听到他讲 他很羡慕美国啊 他说美国的国会议员都可以召开听证会 有法律强制性 结论也有法律强制性 他一直觉得台湾没有办法 这个召开听证会 这个立法委员呢 这个就像狗废火车一样 立法权对上行政权 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监督力的话 他说我们只是立法委员只是可以叫得比较大声 但是火车还是开走了 这样的形容很贴切 很传神 这个是为什么立法院 这次的国会改革 必须赋予国会议员 拥有听证权跟调查权 因为唯有这样子 才可以落实真正的监督 但是本席真的觉得非常的遗憾 在关键的这一些听证权调查权上面 现在被抹黑 被误解 被造谣 然后被说成 这个是对人民权益的侵害 会对多数的人民产生 这个权益上面的侵害 我觉得这些通通都是背离事实的一个说法 今天国会改革 我想是让立法权 他的监督权可以更完整 这个绝对不是要去凌驾行政权 没有 在我们目前的权力分立里面 事实上 这个卓院长过去也担任过立法委员 你现在要担任院长 其实你应该深刻体认到 行政权真的是独大 行政权拥有很多的资源 其实真的很多民意代表 你只能说一说而已 对于行政院 没有办法造成实质的这个约束力 你心里应该非常的清楚 有担任过民意代表 跟担任过政务官的 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而今天只是强化了国会的监督权力 但是要变成整个社会 付出这么大的社会成本 互相对抗 今天立法院变成什么样子 周遭都交通管制 还要连续三天 还要一再的号召这个社会动员 大家来到这里 这个真的是现在执政团队想要的吗 现在太多的国家的问题 需要去解决 但是就国会改革这个案子 竟然行政院也参与他 然后你们提出复议案 然后就在这个议题上面 政党对决 个人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希望让国会改革可以继续向前走 谢谢 好谢谢王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郭国稳委员咨询 请郭国稳委员咨询 请郭国稳委员咨询 这个报告内容当中也特别强调 如果针对这个被提名人陈述不实 或者是要藐视国会规定处理 或移送其他的行政法院调查的话 方式不一 但是要符合法律明确性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比例原则 这见解跟你都一样 行政院都相同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还是很遗憾的 通过这样的一部 这个违宪乱证的一个立法院咨询行事法 可是这部法通过之后呢 老实说啊 到底啊 这些蓝营敬仲的州外蓝秘书长 所做的提示啊 他们会不会听得下去 这几天我听他们的咨询内容 还有私底下请教他们 老实讲 我对于这一个 周五的这个复议案的表决 老实说我是悲观的 因为私底下我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他们如果赞成的话 形同于政治自杀 所以我觉得院长 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 即便是州外来这么说 即便有百名的法律学者这样联署 但是我觉得蓝营 或者是民众党的这群朋友 还是执迷不悟啦 那执迷不悟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我们面对 可能最坏的打算 就后面的这个救济程序 要怎么进行 那救济程序的进行里头呢 就是人民除了愤怒之外 就如同昨天郭智慧部长所说的 科技业很恐慌 其实不止科技业很恐慌啊 各行各业都很恐慌啊 他们随时都可能会被调来立法院啊 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看过这个相关的 这个过去的案例 如果假设啊 这个明天复役失败的话 总统大约是什么时候公布呢 总统如果联署的话 一般而言啊 他会公布在这个总统府的公报 总统府的公报 一般而言都是在 每周三的时候公布 周三的时候公布 如果周三的时候公布的话 如果生肖日的话 应该在下周五就生肖 下周五一旦生肖的话 这部直循成事会生肖日开始啊 就是啊 这个目前啊 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 说要赶快成立 某某某某某某主题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开始 简单的讲 就可以公社刑堂的开始 公社刑堂开始 当他拥有这个法律的时候 你知道目前的一些资本市场的经经病也好 或者呢 市场派跟公司派也好的争夺 随时立法院都有可能 介入的可能啊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院长 面对人民的恐慌 那你提出复议案 可是呢 面对人民的这个不满 你后续该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让人民安心啊 我觉得院长你应该做一下 你到底后续应该要怎么处理 如果假设 像礼拜五 我在想礼拜五 不要用假设 我觉得个人的推估 其实负议失败可能性很大 你要怎么做 你什么时候提出视线 当然如果在复议案 没有办法顺利成立的话 那依照宪法 行政院要接受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的 宪法上的救济 但是这个过程 我们还是要跟 这个公法学的学者 还有我们院内要做一个讨论 因为这个还是要经过院会来 所以你会在法律生效前提出视线 还是法律生效后提出视线 生效后 生效后就出现 就是周五以后 你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旦生效后 我觉得就发现有一个 很可能会有一个空窗期 院长 也就是说你如果试线之后 在试线结果出来之前 这就是一个空窗期 为什么 应该你也会同时去进行 宪法法庭的暂时处分的一个申请 对不对 如果暂时处分的这个申请的话 法官他召他的这个宪法法庭的话 他会有一个审查 要件是否有成立 然后再进入实质的审查 所以一旦下个礼拜五生效的话 到整个暂时处分的裁定出来之前 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空窗期 无法预期的空窗期 对不对 那这段时间的空窗期 我不晓得 那个院长有没有什么阴影的方式 如果行政两院 以及社会都在看 我们对宪法的认知 跟宪法的遵守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做出太多 目前大家在争议事项的行为 否则 会引起更大的宪政的纷争 甚至引起人民更大的反感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 院长我听了出来你的决心 但是本席还是要适时的提起 你有两个空窗期 一个空窗期呢 就是生效之后 在整个宪法法庭裁定之前 我假设他裁定 是会冻结啦 假设是这样最好的方式 但是还有一个是 六个月的时效之后 宪法那个市值案还没有出来之后 这是第二个空窗期 你总共有两个空窗期 那我们面对这两个空窗期的情况底下 我看到在野党有做出一些讨论 他说呢 如果要行使调查权的话 一来呢 立法院呢 要设立所谓的这个调查官 调查官呢 这牵扯到所谓的修改 这个组织法的问题 那二来呢 他会跟行政院借调人员来支援 如果国民党民众党 要跟你借调刑事局调查局检察官 那您同不同意 我们会以行政工作主要的人力规划 跟所有的政策推动为主 所以你这个理由是说 你行政业务过于繁忙 所以呢 不予同意的意思 我会以这样的思考为优先 为优先 我其实啊 我给您提一个案例 319这个征调会条例当中的第11条 征调会可以向行政院借调人员 而行政院机关不能拒绝 可是 这一个条款 在四字号 633的时候已经宣告违宪 已经宣告违宪 院长 这基本上也是违反权力分立跟制衡的原则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院长 你大可说你有权 依照这个四字号第633号的部分 可以决定要不要借人啊 就可以拒绝啊 买名的拒绝嘛 让他没有行使的空间嘛 委员的提醒让我们就更觉得行政工作还是以行政工作为主 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行政工作当然是最重要的关键啊 可是在这个时候你要凸显啊 这一部法令的荒谬性嘛 你看 到底立法院大还是行政院大 最近大家都比大的啦 那另外呢 对人民最关心的不是比大小 最终对人民关心的部分 如果他被调到的话 他收到这个罚单啊 一来他没有行政救济的管道耶 立法院本身没有行政救济的管道耶 而且他也没有执行的单位了 你现在处罚人民十万元 他没有缴交文件十万元 难道是傅坤其要去要吗 还是韩国瑜要去讨 我相信不会轮到江启臣副院长吧 所以说 被处罚的对象 如果是在台北、高雄、花蓮、澎湖、金门 你都得跑到台北来打官司 因为立法院所在地 行政法院来这边提出耶 你想这个立法院 一般的民众会接受吗 更何况 剛剛大家一直讨论的一个部分 我看到有好几个在野的这个立法院提到说 听证会 听证权的部分是因为美国没有执行权 才会搞一个听证权 对不对院长 就理解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执行权如果要比大小 执行权会比听证权还小吗 随时要调动到官员都有 他只是补充性的 绝对替代性的 怎么说执行权都还来得比较大 搞一个伺服项 还有最后本席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提醒您 我想最高法院也提出一个抵抗权的做法 抵抗权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要恢复民主宪政 憲法赋予正当性跟合法性 所以我是说啦 讲白一点 当这个空窗期来临的时候 接下来的国众两党 一定会不断的骚扰 我觉得啦 院长 你身为行政权的一个代表 我认为啊 你基本上内心的生态 不只是要视线 你要成为抵抗权的一个代表 有没有可能 院长 我首先是实践宪法上赋予我的权利 再来我要尽到我的政治责任 宪法上的权利是捍卫宪政秩序 政治责任是捍卫人民的基本权利 你只要做罪的方向 踩入这个民主体制 维护民主体制的基本立场的话 全民都会支持你 立法院民进党党团也会支持 支持你 柯总招委会提出视线 跟你们站在同一阵线 谢谢院长 好 谢谢郭委员 谢谢 柯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 柯智恩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我们下次请我们卓院长 卓院长请备训 柯委员好 院长好 上次在跟你提到有关于我们一些行政内阁的一些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针对旧法来做一个论法的一个工作 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从昨天到今天 你昨天所特别提到了几个疑虑嘛 当然是调查权听政权 你们认为是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 还有你认为我们现在修的职权行使法 跟这个四字五八五 四字七二九的意志不合 还有没有无差别的调查民众范围太广 而且你认为这样会让我们有包山包海 这就是院长你昨天认为的嘛 没错吧 到目前为止你的认知还是如此 经过这么多次的一个攻防 你还是这么认为吗 谢谢委员是的 你还是这么认为哦 那我们就一一来去看哦 我还是要提醒哦 当然你刚今天也早上也提过的 这个五八五号解释哦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约数 但是呢我这边也要提醒即将要上来的 我们法务部的部长哦 我还是要强调 五八五所指的还是一个必要的辅助性权利 你不要每次都告诉我就要补充权利 必要性的权利 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 部长这点先澄清 而且呢我们不断的告诉大家 我们对于这个三二五五八五七二九的解释内容 我们有清楚的去规范 立法委员行使调查权应该尊重其他受宪法保障的这样子的独立行使的权责 所以不是包山包海 特别已经提到的非常的清楚 没有 所以呢在我们三读通过的这四十六条之二里面 就有规范五八五解释的不得行使调查权的状况 不是吗 所以已经有规范的为什么告诉我们这叫包山包海呢 没有啊 四十六之二你瞧你呢非常的清楚啊 写的非常的清楚不是吗 来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那个四十五条 行使法第四五条 我先跟你说四十六之二 是不是已经有做了一些的规范 是不是已经规范了 所以并没有 我只是问你有没有包山包海 但是那个规范事实上四十七条就是突破到四十六条之二 我们可以等一下讨论到四十五跟四十七 但是我只是请请问 有没有包山包海 所有在外面讲的谣言都说这叫包山包海 我告诉你四十六之二 就已经有限制的哪一些东西的话是 我们必须要尊重的 对但是对四十条之二它是有某些事不可以调查 但是四十七条已经突破到四十六条之二了 好四十七条我们再来看 有关于那个层面我们可以来看 我先请问一下 昨天还有立法委员在这边问你的实话 说我们都不谈三支三二五 你还附论说对三二五 然后呢还讲了一句只有调阅权 我们只有调阅权吗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我们通常来说四字三二五是立法权调阅的第一步 三二五是陈虽北跟赵少康那时候的一致联署的 那他们认为还是不够 所以才会有五八五 然后对于这个部分里面做更明确的规范 还有所谓的七二九 七二九我说实在的 我们柯总招曾经使用过 但是呢 他是为了要调阅侦查中的卷宗 被大法官打脸 认为他是毁限乱政 柯总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七二五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规定 所以呢我只告诉各位 学法律人都知道 看大法官的解释 需要从三二五五八五六三三七二九 一路看过来 可是你们先去追究过去的三二五 你们民进党是从后面看到前面来的 我觉得这点来说很难去接受 即使是民进党的立委在这边 我觉得学法的人 已经完全已经扩充了 已经超乎五八五号解释 三五号解释的一些的解释的意志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来看嘛 有没有超过这个意志吗 我现在只针对一些被扭曲 我会给你时间解释 我们先来看看被扭曲的层面 我一直不能够接受 院长你真的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可是你看到你们这些的人在外面 讲了一些让人民觉得很恐慌的事情 我觉得你有必要的时候 应该私下跟他们说一下 举例来说 你说我们可以人民可以无限制的被罚款 罚到它破产为止 各位 这个在我们五八五里面 就已经有特别提到了 你是有办法来对人民做一些 对于一些违反协助调查义务者 在刻法反了范围之内 你可以给予刻法的这个法金的部分 我们不过把二十年前大法官所解释的 把它法治化 还有呢你再来看一下 大家最关切的 没关系院长让我再把这个例子讲完好不好 还有一个 我们就特别提到 大家就会把这个所谓的 人民的这个社会上的关心人员 无限制的放大 经济部长上来讲说科技也担心 如果说国防部长 你跟我说部队长担心 因为这个所谓的社会关心人员 可以是任何的人 搞不好一个农业部长上来说 我们老农人也很恐惧 百公百业都在恐惧 是这样子吗 社会关心人员里面 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目前的宪法 现在我们目前的宪法六十七条里面 也就有提到了 各种委员会可以邀请政府人员 还有社会上有关系的人员 到会来变群 难道宪法讲到社会有关系的人 是违宪吗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社会关心人 无限扩充到大妈也可以 早餐厅的老板也可以 谁都可以 那六十七条怎么来解释呢 其实最可怕的就是 对这些协助调查医务的就是这些 部队团体或法人或社会有关系的人员 如果说他对这部分 有 要强制他配合 然后罚款罚到他整个改正为 是有吗 会这样子发生吗 我现在只请你承论 而且这个就聚的机会 好吗 那我只请问你嘛 社会关系人是违禁吗 你六十七条就有社会关系人 摆在这个地方 你们却拿社会关系人无限扩充到 百公百业都会如此 我只问你这个 部分跟那个五十五号解释 跟三二五号解释 以六三号解释 是不是有合乎到那个 大法官解释的意志 那就来看一下嘛 你特别不断的强调什么 四十七 四十七条 我只请问 原本的四十七条 对四十七条 为配的话有四十八条的大小 来啦不要讲 你刚才从四十六二 然后告诉我四十七条 我讲四十七条 你讲到四十八条 我们可以好好focus在同一个条文上面 你只告诉我 目前的四十七条 跟我们 军选行使法四十七条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 原本的法条 跟新凶的法条 差别在哪里 只有针定对象 只有针定对象 其他有关于提供了什么副本 等等之类 就在原本的法条当中 原本的法条当中 你要不要把它比对一下 有 本来是法条是只有相关文件 现在扩起到什么资料 档案等等 对 还有对象 我帮你多补充 但是你刚所提到的副本 还有等等之类的 原本的法条就有 那最可怕的 为什么要把民众给 给 这个民众里面 这个民众也不是随便的民众都有 这是我刚普丹指称你的 你是要把所谓的民 就是无限上纲 这些民众还是有它的限制存在 而且在宪法的这个层面当中 就有社会关系人的这样的字眼出现 所以不要宪法解释的一部分 你对于社会关系人 又是另一方面翻的解释 而且你在67条的时候 在67条的解释的时候 如果去界定什么叫有关系 部长 我现在在问你这些话里面 社会关系人 你被你无限这样的扩全到这样的一个解释 然后我们再来看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宪法67条 我个人觉得 包括我们的政院长 我不用再叙述他所讲的任何一句话 他其实就有做的很清楚的一个说明 67条保障的规定当中 有不符合立法院各委员的组织法 都应该修掉 那更不要说 很多人也特别提到了 像是李俊逸 这是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讲的也有道理啊 你看 体制幻没道理 我们应该把 通过休闲改变的时候 我们至少要把国会的调查权 还有实施调查权会用到的听证制度 把它建立起来 他现在已经是监察院的秘书长 你再绝口不谈费经查院这件事情 但是我赞成他认为 如果你把调查权拿掉的话 就会让立法院变成没有牙的老鼠 这都是过去斑斑可靠 所以院长我真的是要强调啊 真的民进党过去提出非常多 现在你们当然为了要维护你们现在的说法 就不断告诉他 因为他们过去讲的不是非常的完备 然后呢所以说呢 没有出委员会 但是呢 还是一句话 这些人对你来说你都认识 他们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院长也有吧 所有到位 而且包括现在的陈总统 前陈前总统 他脑袋瓜也算清楚 他在1993年的时候一起争取 即使到今年 他也会告诉我们说 再争取 对不对 这也是院长 这个前总统所提到的 不过最后呢 我还是可以跟院长说了一句话 就承诺我上次在质询你的时候 我对于你的这些的部分 我是给予希望你能够扮演一个调和顶案的一个角色 但是呢 我有时候还决定为你报区 我也认为 立委 不像你端 我们都一样跟人民一样大 但是院长 我今天非常的火大 你知道为什么吗 请问你的行政院推的法案 到底是谁决定 上次我们作品特别提到的学生辅导法 明明都是这样子所有的家长 让我们辅导人员都希望你能早快通过 行政院也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你 郑立军副院长 史则政委 包括你 可能都觉得应该考过 可是却被卡在 我们的立法院的柯总装身上 认为这个时候 不要把他提出来 我觉得你在讨论谁比较扩解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针对这一点 好好跟柯总装 没有蓝币关系 跟教育有关系 是不是可以早点把他送过来给我 我觉得这才是你应该做的 不是吗 我也有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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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没有 有限制在四十六支二有限制 好不好 我也有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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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柯委员 好 谢谢柯委员 好 下一位我们请李坤城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卓院长 请卓院长备巡 请卓院长 好 呃 现在场话还有这个青鸟运动的朋友们 但是因为青鸟飞不进来立法院 所以我们要在立法院里面为他们来发声了 然后请教一下院长 因为我昨天有听到这个 你有跟许多的这个委员有对话嘛 请教一下院长 什么是藐视国会 那什么是反质群 国民党说齁 在这个修法通过之后 会告诉人民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呢 什么是反质群 什么是藐视国会 不过呢 国民党的这个总招傅坤奇呢 过去在当花莲县县长的时候呢 示范了相当精彩的这个藐视议会 然后先请院长看一下影片 议会被巡时跟议员针锋相对 这是国民党团总招傅坤奇 担任花莲县长时的影片 近来蓝白联手三毒通过 藐视国会罪不得反质群 但检视傅坤奇在当花莲县长期间 却常常给议员吃牌头 议员追问2018年花莲地震善款流向 傅坤奇不只强话 还以相对下教训人 议长主席请你主持一下好吗 我可以好好讲文呢 你什么时候让你好好讲文 我告诉你 县长 你不要以为 人必食物和人必食物 我告诉你 县长 你不要以为 请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在议会摔一杯子 你就可以在大会上对待名义代表 另外这一次 虽然收起泡果 但不管议员怎么问 不回答就是不回答 你有没有话 可以针对你所涉及的司法案件 包含理想大帝 来对社会大众说明 你还是不说吗 我没有时间了 议长 这些大会的 没有时间了 县长请回 从强化教训人到笑笑不回应 什么招式都有 如今摇身影变 成为藐视国会队的主要推手 綠云朝方傅坤奇 刮别人胡子之前 自己的先挂干净 好 请笑一下院长 这个 你刚才看到这个 傅坤奇还当花园县长 这个 对议会的态度 不是呢 不回答 那不然就是 议员还在问的时候 就转头就走 你认为这样有没有藐视议会 不应该学习 这个是示范的一个 错误的一个 一个示范的一个对象 那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藐视议会 藐视国会 或是什么叫反质群 但是我认为 至少 傅坤奇在当花园县长的时候 是相当不尊重议会 那本刑事认为 国会改革呢 不是国会扩权 更不是国会自肥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 联手修了这个 立法院职权行司法 我认为这是一个扩权法案 如果真的受到人民的支持的话呢 这个国民党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支持度呢 应该会升高 但是现在呢 这个是不升反降 甚至呢 加起来比民进党的支持度还低啊 这表示人民认为说 这个不是国会改革法案嘛 是国会扩权法案嘛 我们看一下那一个 蓝白绿的这个支持度的校长 你就知道了啊 民众党 跟国民党加起来的政党支持度 甚至比民进党还低啊 那所以 这个院长请教一下 这个以国会改革为名 实际上是名为是国会扩权法案啊 院长怎么看 所以一般的人民 会对于这个法案所产生的后遗症 相当的不安 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朋友 这段时间一直 踊跃地站出来 但我们希望 我们在国会里面的努力啊 能够让这些站出来的声音 得到疏解 这个法案能够有机会重新审视 这个院长昨天在脸书上有说 立法院为自己创世的权力 是侵犯到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 这也侵犯到国人的基本权力 这就是乱政 那本期认为呢 这个扩权法案呢 不仅乱政还有毁限啊 先请教一下院长 这次立法院所通过的这个国会扩权法案呢 你认为他是在修法还是在修宪 这是修立法院里面的职权行司法 修宪的话有另外修宪的程序 对 我就是认为说 他们认为修宪的这个门槛太高 所以没办法修宪 但是借着修法 来达到要修宪的目的 目前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还是无权宪法嘛 那但是呢 这次修法呢 修成立法院独大 侵害到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的权利 然后呢 侵犯到 执询权调查权听证权的行使 这些都违反到 这个宪法权力分立的一个原则了 就这几项 这个调查权听证权还有执行权 为什么我说 他是假借修法 实际上是想要达到这个修宪的目的 我先请问一下院长 立法委员有没有执询总统的这个宪法权利 应该没有执询的权利 总统依法 依宪法的规定 得到立法院在集会的时候 进行国情报告 但并没有所谓执询 执询就是你跟这个 所有的部会首长 来到立法院 做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结束的时候 我们执询你嘛 对不对 对 这就是我们两个 我们在监督你 你对我们负责嘛 是 好 那请教一下 那如果啦 万一啦 复义失败 然后在事件之前 然后立法院呢 国民党民众党邀请总统 来到这一个立法院 所要来做国情报告 还要背询 那你认为总统要来吗 我无法替总统回答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再提出事件之后 整个社会的焦点 注意力会在事件上面 希望事件 的结果 宪法庭给这个宪法的秩序 做一个安定的一个决定 在此之前 如果有 不移的行为太多 引起人民的反感会更大 我是建议啦 我是 但最后总统决定啦 在事件结果出来之前 总统是不移到立法院来了 因为这个是会破坏 宪法上对于这一个总统的 这一个 权力的一些规定 也破坏了这个五权分立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再请教一下院长 这个修法之后呢 是不是任何人都有可能被 叫到立法院来做调查 或是提供文件 然后人民能不能拒绝到场 拒绝证言或是交付文件 有办法拒绝 照目前新修正条文的内容来看 是有这样的疑虑的 他必须要提供文件 要再做询问等等 定行调查调阅 以及听证 一般的人民都有可能受到这样的 立法院的要求 所有的人民都有可能来嘛 所有可能都会被调来 所以我刚才看到很多国民党的立委 都说没有啦 这个有什么重大社会关系的人才会来 什么叫重大社会关系 他认定你有重大社会关系 你就是有政大社会关系 福文奇昨天怎么讲 他说来立法院听证的民众 都是涉及跟政府相关的勾结 他也有新政的 他认为叫你来你就是有问题 黄国商怎么讲 台湾社会无需恐慌啦 这个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 都不会受到影响啦 那问题是 谁是那百分之零点一的人 谁是那两万三千 两万三千的人 二点三万的人之一嘛 对不对 任何人都有可能会被叫过来 所以呢 这样子的修法 会不会变成政治上打击异己的工具啊 而且很主观的认定是 所谓跟政府相关有勾结的人 这个罪名下得太大 对啊 这就是就是国民党民众党 他只要认为说 你有关系就可以叫你过来 而且呢叫你过来 不过来要罚钱 得联赐法 对不对 再请教一下院长 修法之后 立法院可以向司法机关 检查机关 提供调查中的资料或副本 这样有没有违法或违宪 调查中的这个案件 他的相关的证件 也许都在司法机关了 如果能够提供副本的话 那严重侵犯司法机关的权限 就权 权力分立原则来讲 就宪政秩序这个设计来讲 是绝对不宜的 这个44729号有讲了齁 这个基于权力分立还有制衡的原则 然后保障检查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然后呢立法院呢 不得调阅相关的证件 那对于这个调阅相关的这个文件 或是与文件内容相同是引本 要经立法院院会的决议 而且呢这调阅呢 必须跟宪法上赋予这个立法委员呢 职权上有重大关联者 实得为之 不是随便都可以调 要跟我们行使这个 这个宪法上面有重大权力关联者才可以嘛 所以说呢这次修法呢 这个司法机关跟监察机关呢要资料 然后呢这个也不用跟这个 立法院呢携持权力有重大关联 也不用经过立法院院会的决议啦 本席认为这跟市制的第七二九号的这个相关的解释精神 已经不符了啦 而且跟国家机关独立行使的职权 受到宪服保障的 还有非立法院所得调查的事物 这是很明确 在市制五八五号里面很清楚的 对行政首长以及行政权固有的权能 对于可能影响干预行政权 不能有运作之余的都不能当作被调 是啊 但是现在这个扩权法案 那个通过之后它其实都可以调 它其实都可以调 再请教院长齁 在2004年9月这个立法院那时候 有公布一个征调会的一个条例 就是要在国会里创建一个准司法权 就是在野党呢以监督制衡为名呢 行国会扩权之实 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四次五八五号解释嘛 所以呢 其中有为权力分立跟制衡原则 涉及人民基本权力呢 有为正当法律程序呢 这些条文呢 都被宣布为违宪的 所以呢 现在国民党的党编啊 傅君琦说要成立国会特征组 翁晓琳说要成立立法院调查官呢 都是把这个立法委员 当作检察官 当作法官啊 立法院一拳入大 所以呢 最后五号 大家都已经讲过了 那本来要跟原理这个最后五号解释啦 作为一个最后的结语啦 我先简单念一下 国家这份行使权力要受到法的劫制 立法院行使宪法所复权的权力呢 也没有例外 这是法制原则的基本要求 立法院调查权的行使呢 跟调查事项跟强制发生不同呢 可能涉及限制多种宪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力 所以呢 立法院行使调查权呢 涉及宪法所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力呢 不仅要有法律的依据 那该法律的内容也必须明确 符合比例原则 与正当法律程序啦 但是 我现在看来 现在所通过的这一个 破旋法案 完全 没有按照上市 那个上面五八五号的解释的精神 好 谢谢李委员 我们时间到 好 来 谢谢佐院长 下一位我们请李燕秀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我请佐院长 我请佐院长 不好意思 先生 Pois ez 五页 君 您 1984 问题 석恩公審 augun shootings pena borrow question 隔工審 Merryruce to you a second of his head 吉士一点 我看了您的六页的四页的报告 六点提出复义的理由 我还是认为 立法院在行使 在讨论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法 很奇怪的 这是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 由行政院来提出意见 特别是行政权来提出 这个复议的案子 我实在是觉得 行政院提出的 包括你们提出的五大理由六大理由 凭什么行政院来张牙舞爪的 来指责立法院 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理念的职权行使 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特别举出106年 我知道那时候院长 您还在民进党党中央 当时我们无论在处理前瞻条例 或者是处理劳基法的时候 我让您倒戴一下 当时民进党是完全执政 在国会是完全的多数 当时公立党的委员也要求视线 当时也提出视线 但是大法官 当时提出的视线 在107年5月4号 当时大法官就提出说 立法院提出的视线 大法官不受理 因为司法权本于宪法机关互相尊重的忠诚义务 不介入立法院的审议的内部的事项 但是我非常遗憾的是 今天行政院大辣辣的公开的去介入立法院的这个职权的行使 特别是这个立法院的职权行使到底有没有去影响到这个行政院 我倒是有很多的问号 当时院长你让我说完 当时106年在处理劳基法的时候 当时林静怡是招委 现在的正式林静怡是招委 他提出来说 请尊重这个议事规则第30条 他当时也把发言的时间做了限制 这个都有公文白子黑子都在公报上面 有问题的话 请院长你到时候再回去看看公报 那当时包括在委员会讨论的同时 讨论到劳基法32条之一的时候 现在的副总统 当时的肖美琴委员 就提出停止讨论 包括后面所有的条文都没有讨论 保留直接送院会 这个就是你们今天提出来的六大理由 副议的六大理由就是 今天的民进党 把脸过去的民进党 历史真的是一面照妖镜 院长把当时的公报条文 包括竹字一个一个念出来 你就可以看得清楚 我到底在讲什么 这个也违反当时民进党 今天你们有提出来的话 也是违反当时民进党坚持民主的价值 今天你们提出这个副议案 真的是民主的绊脚石 特别是民进党内部 其实你们也有很多人 希望看到国会改革 好你们提到说 这个国会改革有 挚爱难行的地方 我就不知道 行是哪里难行 特别是 我立法院在做这个调查权的 行使的同时 是要查弊案 如果调查弊案真的有影响到的话 真的跟在权力分立有影响的话 也是监察院 到时候大法院大法官或者是司法院或监察院 可以也由大法官去提出这个宪法的解释 跟行政院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今天 由行政院去提出复议案 我觉得是大有问题在 那再来一个 我必须要问一下 院长 院长我最后一个请教您 刚才我听到你提 你回答其他委员说 明天复议案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信心 你对外一直讲有信心 我不知道你到今天为止 是不是还有信心 你有信心明天会过 请委员支持 你有信心明天会过 因为你回答委员说 其他委员说 我当然我立场是非常清楚跟坚定 我绝对不会是那个 您支持我更有信心 我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 我想院长非常清楚 我有听到你回答其他委员说 后续的大法官的视线 你们也会提出 到底会不会提出暂时处分 你刚才没有回应 那到底民进党会不会提出暂时处分 每一个动作背后 都有它的政治意义 但是相对的 也会有政治的代价 院长会不会提出 大法官解释之后 明天复议结束之后 你们还有一个工具行政手段 就是视线 视线的同时 视线的同时 明天复议吧 明天投票复议 后面如果没有过 后面民进党还有一个手段 就是大法官的视线 视线的同时 刚才我听到你回答其他的委员 民进党委员提出暂时处分的部分 你们会不会提出来 复议之后 有需要我们还有其他宪法上的救济 刚刚的暂时处分是委员提出的 我说我们还有宪法上的救济 我们会思考 做最好的妥善的处应 对这个宪法上的救济 我们来做考虑 但是我刚刚委员报告 会不会提 会不会提 院长您会不会提 会不会提 因为民进党内部一定有讨论嘛 这个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嘛 赖总统一定也在里面嘛 对不对 然后民进党党团重要的干部也在里面嘛 在此处分会不会提 复议决定之后我自然会做决定 院长我尊重啦 因为复议是你的权利啦 有一句话 刚刚委员说我们大啦啦的提出复议 不是的 我们大啦啦的是要 我们是张开一个保护伞 为所有的人民都受到保护 院长我只要提醒你 多数的民调 不要只看到小部分几份民调 要走出去听听大多数民意的声音 我也有数份民调 坊间也有很多不同的民调 可以给你看到民意对于国会改革的支持度 你既然执政各方面的声音你都要听 你不是只有听少部分的声音啦 要想办法做全民的行政院 要想办法让赖总统做全民的总统 不要只去集结少数的民意 这两天委员提醒民调我都有注意 院长我还是要问啦 你一个动作我要提醒你 你后面如果要做暂时的处分 后面你要做行政救济 宪法的救济 无论是市县或暂时处分 暂时的处分 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治的意义在 但是相对的 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也要付出相对的政治的代价 因为这个会造成更多的社会对立 国会对立 你非常清楚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你很清楚 背后会代表的是更多的国会的对立 我想这不是你我想看到的 因为后面包括冻结法律案 暂时处分就是冻结法律案嘛 冻结国会改革的法律案嘛 这个是另外一个高度的挑起国会的对立 或民意的对立 所以难道现保的设计就是挑起对立吗 后面会造成更多的社会 这是为了让所有的行为更完善 更合法更合线 院长我就是在这边咨询 就是提醒你 后面会有更多的社会对立 我相信当家不闹事 这不是大家所想看到 院长我再提醒你一下 6月4号那一天 我们立法院通过四项法案 我就不要再重复念 因为我只剩下时间不多 包括再生医疗条例 再生制剂条例 还有民意代表里长的村里长的补助费 还有一个原住民的禁法补偿条例 到刚才我进来质询的时候 前三条总统已经公告了 原住民的禁法补偿条例 为什么还没有公告 同一天审完三读 为什么还没公告 一天你知道这条吗 这条你知道吗 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这条我以后没有公告 这个跟今天 没有没有没有都有关系 我等一下会提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同一天 同一天 同一天立法院审完 同一天送到总统府 然后你们现在只公告三条 第四条禁法条不公告 刚才院长你的回答是什么 报告主席这个跟今天的一样 有关系 哦院长不敢回答 无关啊 院长不敢回答 我知道了院长 这一条 当时你们就送来再说 我再考虑看看 这一条 未来也有可能会提出负益啊 未来这一条 也有提出负益 那我就要再一次提 我刚刚已经 每一个政治动作背后 都要挑起社会的对立 如果你们打算要跟全民对着干 跟立法院对着干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失去 你们说什么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要多沟通 未来只会 我觉得你们没有办法推动 更多的福国立民的法案 因为包括原住民的进法 补偿条例 也很多民进党的委员是支持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如果总统大概 总统没有公告 我觉得总统的角色 也一定在里面 所以我 预估你们这一条 也会提负益 那包括财化法 这两天审议的 国民党民进党 不管提出的版本是什么 你们大哥提出行政院的想法版本 讨论这么多 你们连提都不提 未来是不是很多法案 只要民进党不开心不满意 你们全部都提负益 我们有现行版本 财化法 财化法二十五年都没有修了 过去的赖清德市长 潘孟安市长都说要修啊 你们最起码也提出一个 你们的版本 全面该修的版本 是连提都不提 所以我说 未来绝对是光火连天 只要是能买全面的提出负益权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委员 谢谢卓院长 下一位请苏巧慧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卓院长 请卓院长背询 市委员好 院长好 院长 刚刚看你跟主席说 这是不是超越本次质询的目的 院长我想请问 本次这两天议程 质询背询的目的是什么 就立法院执行司法部份条文 及中华民国刑法 增订第五章之一章名 及第141条之一条文 复议案的报告 就这个报告来做 是 所以今天质询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让委员们 让民众可以理解行政院 为什么提出复议案 对吧 没有错嘛 可是院长 两天到现在 我已经是第39个 站在这里的委员了 我看国民党跟民众党 在野党的委员 加起来也20多个了 有任何人让你好好的 完整的说明 行政院为什么提复议案吗 我看起来好像不太有啊 我看到的 其实当在野党的委员 上来的时候 最多的要嘛就是 礼貌一点啊 新闻下标说 高分贝的质询 那其实说真的 就谩骂也蛮多的啊 然后也很多呢 超越今天的范围之外呢 那也还有更多的 其实我统计了一下 有三句话最多 一个是 我没有让你讲话 你不要讲话 第二个是 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第三句哦 是 院长你占用我的时间 不要讲话 这三句话频率出现最高 可是 他们也还是都要你回答啊 所以我看院长 你其实也回应了几句啊 所以院长 如果依照现在通过 因为确实已经三读通过了嘛 五月底通过了这个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修正 以第二十五条来讲的话 院长 我觉得你有可能就是藐视国会了哦 因为我看到你 可能他们会说是 超越咨询范围嘛 反咨询嘛 拒绝答复 那一次一罚 院长 你有没有算过这两天下来 你大概要被罚多少钱了 如果造成标准的话 应该惨不忍睹 二到二十万哦 应该惨不忍睹 应该上百万有了 院长如果 你在来当院长之前 就知道说 哇 一次备巡就要上百万 不晓得你还愿不愿意接这个院长 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愿意来当 啊后面先念 练习整排的部长们 不晓得一次被学 一天可能要上百万 不晓得还有没有人愿意 要来当这个部长啊 那我们就看到 如果没有人来当这些部长 没有人来做这些服务人民的工作 产生的其实就是国家的空转啊 所以我觉得行政院 你在提出复议案说 至爱难行 对啊 确实是这个法案 如果通过了之后 行政院就没有办法做事了 当然至爱难行 所以你应该要把五六七哦 你的这个几项理由当中 应该要大大更大的说明出来 那我跟院长说啦 我建议你 因为我这样抽丝剥茧下去以后 我看到二月其实有一条新闻 跟国民党的副总招有关 副总招在 副规计副总招在二月的时候 接受采访的第一件事情 那时候智德意满 气宇宣航的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进来立法院以后 就是要成立特征组 让民进党找不到人做部会首长 这新闻报得很大啊 这是副总招的目标 所以这样连起来 院长我觉得你真的要注意啊 因为如果你的副意案没有通过 依照现行条文产生的后果 一天被罚上百万 我觉得你后面这些部长 很有可能会跟你表示有其他性 院长你怎么看 报告委员我想我们所有的部会首长 也是在这样的情境底下 调整自己的心理准备 做好了所有的武装自己 进到这里来 但是我希望 我们能够塑造一个更好的国会环境 让未来更好的人能够站在这里 跟国会做良好的互动 老实说立法院之所以成为最高国家殿堂 就是大家不再是用拳头大小 大家不是比武力高低 而是用口才口语文字 在这里做政策辩论 所以两方都应该就自己的想法提出说明 而不是要求某一方单一的手绑起来 嘴巴不能讲话 站在这里接受别人独白式的羞辱嘛 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国会正常的方向 也不是大家期待的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现行条文表示不同意 其实正是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啊 光是一条25条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有需要再被讨论的状况 那么院长 我因为下乡做了非常多场的说明会 我听到了大家的烦恼之后 我试着用最简单的话跟他们做对话 我就发现 其实比起国家的利益 人民更在意的是 这部法律案 有没有侵犯到我自己自身的状况 我必须说有耶 我们其实不只是在保护 维持国家的宪政秩序 更是在保护一般的人民权利 你看看 院长刚刚有很多的委员 又拿大法官试制啊 又拿这个条文 可是我看在野党的委员 他们现在终于愿意讨论条文了 但是都就单条 单句 不敢告诉你整篇连在一起以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就来看啊 这部法律案什么时候会跟一般人发生效果 其实很简单嘛 从45条啊 现行条文的第45条里面 45条呢 他说呢 我们可以 立法院可以就相关议案 来进行调查 好相关议案 范围很大哦 什么叫相关议案 好再来呢 如果是47 48呢 其实在这里就规定了 除了政府机关之外 是不对法人团体 社会上有关系的人 刚刚有委员说 宪法就有写社会上关系的人啊 对啊 宪法是根本大法 所以他把大家包山包海包进来 你现在还用宪法来讲 正是符合了包山包海啊 那么相关议案 加上社会上关系之人哦 院长 下乡去讲的时候 有一个例子 大家听得很懂 我给你参考看看 在野党说哦 我们定立这部法条 就是要查民进党的弊案 像是鸡蛋案 那我们呢 绝对不会牵涉到一般人 我们只是要调 那一些做鸡蛋案决策的相关官员来询问 院长你同意这样的话吗 他们是这样讲的嘛 可是如果按照现行 已经通过的三读条文来讲 鸡蛋案的社会相关人员是谁 你做决策的官员当然符合他的政府嘛 机关嘛 符合嘛 好 那你卖鸡蛋的人算不算社会相关的人 你当时跟哪一个大盘商买的 哪一个中盘买的 你零售店你又是跟谁采购的 我想知道大盘商是谁 这个大盘商是不是跟政府有勾结 中盘商当然是有关系的人可以来啊 那甚至是我是一般的妈妈 我只是去便利商店 去超级市场去干嘛店买鸡蛋 算不算有关系的人 如果他要算也可以算啊 因为我是委员我想知道 你这一斤鸡蛋买多少钱 我就想知道 所以我可以调阅你来 请你来立法院说明 作证一斤鸡蛋到底涨到多少钱了 民进党政府真的是剥削人民啊 把鸡蛋价格轟得这么高 要啊 你要来啊 所以这些条文通过之后 当然就会跟一般人也产生权利 所以一个鸡蛋案 决策官员 卖鸡蛋的人 买鸡蛋的人 都可以是相关人员 院长 我这样白发文解释下去的例子 你同意吧 协理委员非常清楚 我们就是看到这样条文的适用 将来会造成没有明确的规范 内容没有明确的法律明确性 所以我们认为要保护所有的人 希望能够重新审视 所以我觉得行政院可以用更白话 更口 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语 来跟社会解释 这一部法院到底有多荒谬 在野党在在的说 国民党在在的说 不会不会 我们不会做这么荒谬的事 不好意思 堂堂立法院都可以定出 这么荒谬的法律文字出来 你怎么能够相信 未来它不会用 这个宽松的法律 去做一些更荒谬的事 我觉得这个是行政院一定要 甚至是更大力道的来告诉大家 我们提复议的原因是因为这部法律 根本就侵害人民的权益 我们已经不只是在保障国家宪政秩序了 我们是在维护一般人民的权益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再更加强 所以今天在这里 院长用这个时间 虽然你在在的说 你对复议案有信心 坦白讲 我不乐观 以我们这几次和国民党民众党联手交战的做法 我是对明天的复议案不乐观 所以我想最后请问你 如果复议案不过的话 你会对社会做更多说明吗 最后十秒 会的第一我们寻求 宪法上其他的救济 第二个我们知道 自己应该负起什么样的政治权利跟责任 我想我们有责任来跟民众说明 现在是国家行政遇到难处 请院长不止救这案 未来更多案能够下乡说明 向人们说清楚 寻求支持 好谢谢书委员 也谢谢卓院长 接下来请 黄建豪委员咨询 手机 手机 小慧 好谢谢主席 我们请卓院长 来请卓院长 贝雪 黄委员好 院长好 院长今年是本期觉得国会改革 我认为是这个国会监督法 国会正常化 我称为这个国会监督正常化的一个历史的基运 因为这种单一选区两票制实施之后 国会首次真的三党不过半 我会坦白说 如果今年大选结果 是国民党完全执政 那这个国会改革法案一定推不动 同理 如果今年又再度是民进党完全执政 国会改革法案 我想还是会推不动 我想国会改革这个法案 过去八年写不出来 一定不是因为太难的写不出来 我想民进党 从这个院长 部长 很多的幕僚 大家都是法律系专业 真正写不出来的原因 只是纯粹因为 我想没有人 没有行政权会希望把权力交出去 这是我本席这个 这个开场 那院长 首先想请教几个问题 院长就请直觉回答 这不是陷阱题 我不会挖陷阱给你跳 院长你认为说 这个立法院举手表达意见 有没有效力 你说官员吗 官员 还是委员 委员官员都可以 举手表达意见 举手表达意见 有没有 表达到意思的意见 他可以举手表达意见 可以举手表达意见 那你认为说 这个我们在首长 官员在立法院寻达 在自我主观上 可不可以来说谎欺骗 当然不可以 不可以 那如果官员有说谎 刻意隐瞒事实 算不算一种藐视国会的行为 第一个我跟国人都不会容忍 再来他会自己负起政治责任 那严重的话 我们会做政治的处分 好谢谢院长 院长我们看一下 我们当今天的总统 赖清德总统在98年的 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曾经针对人事审查的时候 来问说 请大家举手表达自己的意见 因为院长你这两天 都经常要求官员 不要举手表达意见 因为举手表达 好像不会列入记录 但在这个98年的内政司法 法治联席的委员会里面 当时立法委员赖清德 要求大家也透过举手的方式 来表达说 自己有没有被相关的机关 服务机关陈处过 那当时所有人都举手说 这个没有 没有的人都举手了 那后来呢 赖委员清德发现说 其中有一个季正男先生 他曾经有被处罚过 那他突然说 啊 我想起来了 这个立法委员赖清德把他点出来 但是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两小过 现在记不清楚 但是赖委员说 你被记过被处罚是事实 那接下来委员又讲 既然有这个事实 你在审查时 就不应该欺骗委员 这个非常严重 藐视我们立法院要怎么处罚 我回顾这段历史 我只要跟院长报告 今天推动这个国会改革 法案一个契机 跟一个源头 每一个当过民意代表 当过立法委员 等下我国会议员 在立法院里面 有时候也经常会遇到 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官员 我当然不确定 他是刻意的说谎 还是刻意隐瞎事实 还是真的不小心忘记了 但在当年这个时空背景之下 现在的总统赖清德 当时的情绪上也好 实物上也好 他也觉得官员不应该说谎 藐视国会 对吧 院长 这个情景 如果是照历史的记录 这个情景是存在的 是 所以的确嘛 所以当时的这个赖清德 现在的总统 也认为说不应该去藐视国会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 我们时任现在的副院长 我想今天很多 非常多委员举例啦 当时立法委员 郑立军 现在的副院长 他一讲过 让国会的职权能够真正的代表人民 要把调查权 听政权 还给国会 让国会不要像拔了牙的老虎一样 没有办法监督制衡 他的问题是说 现在的问题是说 国会要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力 勇敢行使权力 台湾从修宪到现在 国会 没有这个行使监督制衡的权力 是因为 多数党是国民党 国民党不愿意行使 宪政体制下的权力 如果 这个再用这个 隔壁同意权 这样一个不对人民负责的国会 多数权 能够同意出一个人民买的执政领袖吗 所以先透过这届国会 让多数党展现 为民意负责的态度 展现监督制衡的能力 再来讨论这个宪政体制的改革 院长你对副院长当年当立法委的 这段话有什么感想 这段话能明显的看出 对国会更有效率 立法品质更好的期待 但是要经过 核宪核法的程序 达到这个目的 里面也提到听政权调查权吧 有 好 再来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 所以院长 你也支持立法院有听政权调查权 但是你有其他诞书 不是我有诞书 是宪法585号有 他明确的规定 甚至585 大会跟院长来讨论了 那我们先讲 想请问一下 整个大的概念 院长是否支持立法院 应该有听政权跟调查权 如果在核宪核法的设计底下 能够让委员来享有这样的权利 我认为是一种进步的展现 但核宪核法的前提 谢谢院长这么多 直白的来回复 那当然这个是立法院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要谈到是 民众很恐慌的部分 我想因为在这个复议案里面 也没有提到说 无差别的来调查人民 那我想我们的政务委员 林明星委员 当初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也提到说 立法院要调查 使用便利商店的效率性 可以去找 家庭主妇 便利商店店长来开听政会 我想问一下 依照现在三读通过 总统还没公布的 这个利润直权行事法里面 哪一条我们可以邀请 家庭主妇来立院调查 院长你觉得 家庭主妇都可能是社会上关系之人 那我有哪一条 社会上关系之人 刚才提到了47条 还是47 都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在 那这条有没有受 立院直权行事法本身的限制 对不起 这条本身是放在立院直权行事法里面 是 好 我待会再举案例 再跟你回复这问题 再来就看到 下一页 民进党曾经发布一个图片 来讲说 这个我们可以依照 利润直权行事法 叫台积电联发科的营业秘密交出来 院长你觉得我们要依照哪一个法律 要求台积电跟联发科 把营业秘密交出来 一样针对法人 也是要调查调阅跟听政 都在法人都是对象之一 这个社会上是确实有忧虑的 真的是的 因为我们的高科技业 对自己的营业机密 都是非常的保守谨慎 当然 这个我也认同 营业机密绝对是不能随便交出来的 也不能交出来 那院长 这个刚刚通过两个案例 一个是一般的民间人士 所谓的家庭主妇 一个是所谓的知名企业 那我们回到立院直权行事法本身 院长你知不知道 立院直权行事法怎么来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 你今天复议的这个法律 叫立院直权行事法 那立院直权行事法怎么来的 就是在大院审查产生出来的 它依据什么来的 整个法律 整个法律 我想立院直权行事法 整个法律是依照所谓的 立法院组织法定定 那立法院组织法怎么来的 立法院组织法是依据宪法76条 对于一个立委的职权 来定定立法院组织法 再定定立法院直权行事法 那立法院直权行事法里面 是依然它依据宪法而来 宪法对于立法委的职权 它就明定了 是针对什么法律 议宪法案 建言案大事案等等等等 还有国家其他重要事项等职权 所以整部立院直权行事法 它有一个核心问题 核心价值 它能够行使职权 立法委员能够行使所谓的职权 它必须依照立院直权行事法 立院直权行事法 是依据宪法赋予立法委员的权利 它是国家重大依据 那刚刚提到的 包含说这个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怎么营业 请问一下这件事情 跟国家重大依捍 跟国家利益有什么关系 便利商店的人 不是便利商店那个店 要搞清楚 便利商店里面的人 你要把那个人找来 你必须要一个理由嘛 便利商店依据 这个我们政委的举例是说 依据这个要调查便利商店的效率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人找来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这个议案 这个便利商店的效率性的这个议案 跟立法院的职权 有没有关联性 所以在同样的职权行事法里面 我再一次的强调 接受讯问的时候 提供证言 或是文件资料 表达意见的时候 调查的范围 扩张到 相对议案 或 与立法委员职权相关之事项 很显然像我刚刚提到的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营运这些事情 到底要怎么样跟立法委员职权扯上关系 我很好奇 因为你今天觉得不一样 所以这个条文这样写是矛盾的 没有矛盾啦 因为你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依据立法职权行事法来行使职权嘛 那这个便利商店怎么执行 这件事情跟立法委员职权就毫无关联性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在这次的立法职权行法 我想很多官员跟委员的辩论里面 也提到几个法律 包含46-2 包含50-1 59-5 甚至45条 我想对于立法委员 在这个行使听这根调查的时候 都本来就已经限制了相关权利 刚刚你不变成 你刚刚担心的那些问题 其实包含说50-1 有拒绝阵营的理由 拒绝阵营的权利 59-5 它也有名列的几条 包含涉及国家安全 包含涉及了各项 个人隐私 法律明定的秘密事项 59-5 甚至46-2 它都已经要求 不得来听证 不得来这个来证言 所以在法律的条文里面 本来就已经要求 再加上这条 本来就是立院职权行使法 我还是要强调 立院职权行使法 没有这么伟大 只有 跟国家利益相关的案 它才有可能立法院吗 所以不能违背 对 不会违背 不会违背 所以才说 我还可以违背 回到立院职权行使法 跟宪法本身 故意地委员决定 所以今天 还有什么法院 好 谢谢黄委员 谢谢卓院长 报告全院委员会 上午直询 寻答 进行到此为止 下午2点30分 继续开会 现在休息 来市民消息 我们下午四点儿 下午三点儿 上午三点儿 下午三点儿 上午三点儿